第五千五百零三章 念姐开始盘问了 等回到入住的酒店后 周家的人来找了她 乔念压着骨子里的咽法 强打精神站在门口听周富给她说了一大堆话 从里面挑剪出重点 所以你想感谢我 另外还想告诉我 戴佳琪把什么都交代了周富审然道 是这样的 那个 乔念 佳琪在等你 你要去问问她吗 她说会好好配合女生挑眉 她不是什么都交代了 阿周富脸上的表情越发尴尬了 她全部都说了 但是她不敢保证有没有遗漏掉细节 所以才说 让你过去再问问 也许她能想起漏掉的重要细节 周富自己都说不去了 深吸一口气 看着面前眉眼自动的女生 低声道 她没有恶意 这次是真的想帮忙 乔念从来不是揪着不放的人 见她态度诚恳 意识到自己将情绪带到了不相干的人身上 抬手揉开眉心树纹 缓了缓精神 不需要了 乔念 我们 我们要计较她打断周富 尽量控制自己口气 我说不需要是因为一 保释周博士出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主要靠大家四处奔走 打赢了初步的官司 第二 我不去跟戴佳琪和对细节是因为不需要了 我这边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处理 也跟幕后教授她下毒的人有关系 所以我不需要再问她 我这么说能理解吧 周富从一开始僵硬听不懂 到后面逐渐领会到女生释放出的友善信号 渐渐放松僵直的后颈 到最后关心道 发生什么事了 一点突发状况 乔念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也不打算说给她听 周富很拾去 见她不打算说 自己打哈哈过去了 又关心了两句 就主动提出来 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恩乔念微微汗手 目送她离开后 转身进了套房 顺手关上了门 咔嚓 伴随着关门声 女生穿过玄关 走到客厅冰箱前面 拉开推门 从里面找到冰可乐 勾开拉罐 仰头罐了几口 忍着疲乏困倦 和想要洗澡的冲动 敞开腿 坐在沙发上 看着从房间里洗完澡出来的男人 微微仰起下恶 眉骨流畅 去黑眼眸去去她 说吧 你什么事瞒着我夜望穿 头发丝还在滴水 手里拿着一块钱毛巾 动作顿了顿 才罩在头发上随意地擦掉水珠 胶精优雅地走过去 你月经快来了 又喝冰的 不怕肚子痛 乔念现在腮帮子痛 继续用那双漆黑的眼眸盯着她看 丝毫不松懈的杨眉 你不要岔开话题 我在问你到底瞒着我什么 她手指勾着一拉罐 轻轻晃动 肢骨分明又动作嚣张 由她做出来又给人一种 漫不经心的松弛感 我们在车上说起艾琳娜死了的时候 机灵的反应不对劲 她踩了刹车 还差点降车撞在绿化带上 你别跟我说她不小心踩错了 她还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 除非她当时情绪波动很大 无意识间本能踩下了刹车 第五千五百零四章 望也坦白从宽 她跟艾琳娜算不上很熟的关系 就算乍然听见人死了 也不会那样大的反应 女生眉眼清慢 眼底擎着细碎光韵 有种什么都瞒不过她的即视感 除非乔念咬字眼 还有别的原因 导致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叶望川从她手里 轻轻拿走了冒着水汽的一拉罐 起身去倒台给她接了杯水 将温热的水杯塞进她手里 才不仅不慢接过话 你觉得我瞒着你什么 你参与了 乔念指负碰到玻璃传递过来的温热 昂起头 突兀问了句 叶望川争了一下 又牵扯嘴角 表情有些无奈又无条件妥协 我为什么要杀她 我也想不通原因乔念喝了一口热水 微微拧眉 将玻璃杯放回茶几 双手往后撑起身体 整个人陷入旁边夜灯的光线中 半隐匿于黑暗里 一双眼睛却亮度惊人 映照出她的影子 叶望川 我不喜欢欺骗很直白的 很悄念 所以我不喜欢善意的谎言 谎话就是谎话 没有善意恶意的区别 只在于当事人知道被骗后 受到伤害的程度 他不喜欢他们之间存在这种东西 因为他是自己唯一愿意将后背 托付出去的人 欺骗就意味着信任危机 他们之间不该存在这个东西 乔念歪过头 神情轻松还轻笑了下 你现在有一分钟时间考虑 要不要告诉我 如果你还是不打算说 以后也不用跟我说了 叶望川抬手摁了下眉心 似笑非笑地看过去 念念这不公平 你在威胁我 嗯 我威胁你 你有一分钟时间考虑 要不要接受威胁 他承认的痛快 并且直接从兜里掏出手机 当着他的面 挑出计时器 挑心道 好了 纪时开始 叶望川他跟乔念不一样 他身上没有那么锋芒毕露的嚣张 看起来更像是 从宣赫家族走出来的贵公子 常年浸润在上层圈子里 早就锤炼出 喜怒不形欲色的温和表象 他出生的圈子 注定从小到大 没有受到过威胁 更没人当着他的面 按表纪时给他倒计时 今天偏偏有人这么干 他还拿这个人没办法 只能宠着 我不是不告诉你 无乔念仰头 大有你随便说 你看我听不听的敷衍 叶望川用手遮掩 飞红的唇角却往上翘 你真是 乔念斜眼扫过手机 二十秒过去了 你还有四十秒时间考虑 则叶望川拿开手 短促倾笑 那双身毛里 映出他去过来的 黑亮的眼睛 面对那双眼睛 他好像说不出假话 任何的谎言 在他的注视下 苍白又无力 就像他说的那样 他并不想对他说谎 哪怕是善意的谎言 我不说是怕你担心 也不想分散你的注意力 我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你的解决办法出问题了 乔念很平静 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又像被他猜到了七七八八 第五千五百零五章 要将人溺闭在那双眼睛里 他还看了下手机 你还有二十秒 叶望川从没被威胁过 又被威胁得甘心情愿 因为是他 好像也不是那么难改口 还记得爱琳娜藏东西的金库来了 乔念感觉到真相扑面而来 他眸色微暗 恩 那个短箭头上面抹了毒 他说出来了 乔念手肘撑在沙发上 坐置了身体 毒 恩 叶望川既然说了 就没必要隐瞒他了 准确说不是毒 是一种微生物 细菌占女生脸上表情迅速冷下去 精准地抓住重点 特母岛上他们也在研究这些东西 叶望川走过去递给他热水 让他再喝一点润润喉咙 自己低谋不经意地随行道 我找了重老和自己养的医疗团队 从两头下手 重老和医疗团队都有进展 我已经拿到压制毒虫的药方 只是还差一味药 艾利诺已经在找了 重老也在帮我研究特效药 所以不要担心我乔念眉头紧锁 过了一会儿抬起头看他 没伸手 寄灵知道 他是除了重老外 唯一知道的人叶望川承认了 乔念瞬间瞄懂机灵 为什么再听到艾琳娜死了反应那么大 他压根不是惊讶艾琳娜死了 而是担心叶望川身上的毒 他深吸一口气 马上说 最后差的那味药是什么 叶望川抬手揉了揉他翘起来的黑发 心情颇好的勾起唇角 我已经在找了 不用担心乔念被他揉得烦躁 撩起薄薄的眼皮 抬手去挥开他 结果被他抓住机会擒住手腕 指负在他腕骨轻轻地念过 担心我 则乔念去他 自虽地折舌 挺不给面子 你不是叫我不用担心 叶望川正对着他弯下腰 呼吸洒在他皮肤 四目相对 眼里映照出彼此的身形 你可以担心 我只是觉得没必要让你担心 乔念好像落入他眼里 要被深邃的黑膜吸进去 连大脑都短暂地停止了一秒 才恢复思考 艾琳娜死得很蹊跷 我在他死之前接到过一个电话 用了变声器 电话里的人让我去的警察局 问叶望川看着他闪躲开的视线 微微怨声 我去查他谋色很深重 想要把人卷入深窝里 现在能喝点热水了吗 乔念顺着他手看过去 男人细长的手指拎着玻璃杯 杯盐被夜灯折射出的光点 落在他手上漂亮的好似瓷器上的花纹 优越的手指长得漂亮 轻轻搭在玻璃上面 他脑海中闪过赏星月幕四个字 目光停留在他手指上的时间长了一些 叶望川注意到他停留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顺着他视线看过去 落在了自己手上 高高挑了挑眉 喜欢 乔念敞着腿往后仰 脖梗线脆弱又锋利 所有好看的我都喜欢 嗯 都是你的他挺随意的接过话 乔念那眼睛去塌 叶望川把杯子塞给他 指负刮过他鼻梁 高大英俊的身形给族人安全感 先喝点热水暖暖肚子就去洗澡 早点休息第5506章 天塌了还有人给你顶着 乔念鼻尖好似羽毛略过引起一阵酥麻 他真的个人有些懒散地陷入沙发里面 抬手遮住锐利的眉眼 若有所思地说 我在想爱琳娜的死叶望川站在沙发前面 看着他销瘦的身形 将人拉起来 不容拒绝推进房间 天塌了还有人给你顶着 先去睡一觉 爱琳娜暴毙的消息如星火传回第6周 彼时穆迪坐在重满蔷薇的后花园 浑身英致气质坐在椅子上喝着咖啡 在他斜后方的喷泉喷洒着水雾 阳光正好 潺潺的流水声音外 还能听见不远处交响乐队现场拉出来的小提琴旋律 穆迪身着浅灰色西装外套 内搭蓝色衬衣 领口敞开了一颗扭扣 露出一小片皮肤 他五官英俊不适气场 身上的穿戴没有移出不透出昂贵 连手上的手表都是外面难求的理查德 光靠外表 他算得上亮眼的男人 或者说 第6周赛龙家族经过代代基因优化 就算当下穆家已经不算主治一脉 逐渐边缘化 穆迪依旧拥有着赛龙家族与生俱来的优越基因 他浓密睫毛下面一双深褐色铜眸就是身份的象征 只可惜这双眼睛里盛满着不耐烦的憋屈 唯独没感情 大男人将精致考究的咖啡杯搁在桌面 终于正眼看了坐在自己对面无比舒展自在的女人 埃利诺微微抬起眼皮看过去 四目相对 穆迪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女人 今天穿着浅绿色吊带裙 丝绸面料顺滑柔美 减弱了她身上古灵精怪的感官 多了一丝大甲闺秀该有的胶筋 如果忽略掉她那一头张扬招摇的绿发短发 也许真有人会相信她的乖巧 穆迪眼里温度迅速冷下去 你就这么想和我喝咖啡 现在喝到了 你满意了吃艾利诺优雅的抽出纸巾擦拭手指 余光瞥见不远处 监视着他们约会的眼睛们 玩耳勾纯 穆少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 两家友谊联姻 我们将来有可能会成为未婚夫妻 我找你培养 培养感情多正常 这是两家家长喜闻乐见的好事 何况你也回来了 何必跟我装真烈 你如果真真烈 就不该出现在这里 她似笑非笑咬中真烈 挑衅地看着男人怒火中烧的表情 我劝你不要搞砸了这场约会 否则你短时间内别想离开岛上 那样你就又要很长时间 见不到我姐姐了 她现在一无所有 只剩下你了 应该很需要你的帮助 你不在她身边 她可怎么办呀 目的浑身上下 如同烈火烹油无比煎熬 看她的眼神也在喷火 她是你姐 你就这么怨恨她 绿发少女双手脱腮 用水润的眼睛 含情默默注视着她 红艳的嘴唇吐出来的 确实毒液 瞧你说的 谁和谁不是亲戚 你们家和时老家不也是亲戚 你和叶望川不算亲兄弟 也是亲缘很近的堂青 你不也时时刻刻 盼着她死第五千五百零七章 知道了 只有她死了 你才能成为赛龙家族 唯一的选择 才能真正的让那些人看见你 同样的 只有她死了 你才能得到心爱的女人 艾利诺叔父的眯起眼睛 同样的 我也是这么想啊 我还比你好一点 我不想我姐死 我希望她长长久久地活下去 穆迪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冷 边鼓冷意 只要有我的一天 你就别想成功 艾利诺耸间 吊耳郎当地挑衅她 拭目以带落 穆迪更是男眼面上的嫌恶 几乎要维持不住表面上的和睦 差点起身 甩手走人 然而 在外人看来 他们两人交谈得十分愉快 在蓝天白云下 开满墙味的花园中 男女面对面而坐 女生撑着下河歪着头 跟男人说着话 时不时还要勾一勾唇角 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而英俊的男人 尽管看着不那么愉快 两人的身高差 还是从外表感官上 给了人般配的错觉 不管是穆家 还是爱玲家族 都希望看见这样和谐的画面 就在负责监视的眼线 拍了照片 发给穆晴天的见细 一道身影掀开庸人 跌跌撞撞跑了进去 破坏了精心营造的约会氛围 穆 穆少 埃利诺正对着跑进来的人 微微抬起左边眉毛 有点意外 对方竟然敢打断 他们培养感情 他倒是没吭声 只在心里估计着 应该是有大事发生 不然借给这人十个胆子 大概率也不敢闯过来 穆迪看到闯进来的左膀右臂 也是面露惊恶 但他将这丝波动藏得很好 眉心拧褶皱 微微全曲起 放在大腿上的手 沉稳道 你怎么过来了 什么事 穆少对方往埃利诺的方向 看了一眼 埃利诺假装没看见 端起面前的软瘾 低头喝了一口 大友你们聊 当我不存在的既视感 患在以前 有眼力间的下属 肯定走开了 等会儿再说就是了 但是这个消息 实在太震惊了 他不得不立马告诉穆少 下属硬着头皮开口 穆少 艾琳娜小姐她 穆迪眉心皱跳 她怎么了 下属不敢看她脸色 狠狠心 咬牙说出口 她 艾琳娜大小姐 暴毙警察局 撕了 面前铺着白布的桌子 被男人骤然站起的动作 拉动发出颤鸣 连一旁看热闹的埃利诺 也露出错恶惊讶的表情来 人死了 她第一反应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身形 低声自语 不是吧 森有必要下手这么狠 直接就把人给弄死了 看着不像她的风格 但也不好说 毕竟自己也摸不透 她到底哪门子风格 维港都敢诈 特母岛都敢查 弄死一个艾琳娜 貌似也不怎么离奇 但艾利诺这一刻 还是直觉不是乔念做的 乔念不是个试杀的人 只要她那位姐姐 没做什么极度找死的事情 乔念不会这么做 可是人死了 还没等她理清楚思绪 耳边传来目的下属 刻意压低的声音 在纽市警察局 已经确认 死亡 下读 第5508章 她要去确定 然后不放过任何人 然后她就听见自己的名字 大小姐最后一个联系的人 是她妹妹 艾利诺小姐 死前见过的最后的人 是乔念 乔念是第一个发现她死亡的人 警察 没证据 不能证明是她做的 人放走了 监控呢 也坏了目的浑身 如坠入冰窖骨头缝里 钻入刺骨的寒气 逼得她几欲发疯 也不敢相信此时此刻 自己听到的消息 她全曲的手指握成拳头 手背上突起的青筋 交错纵横蜿蜒 没入小臂 脖梗处血管突起 赤红的眼睛突然转向 艾利诺所在的方向 如果眼神能够杀人 艾利诺相信她看过来的刹那 自己已经被碎尸万段了 只可惜眼神不能杀人 她还活得好好的 她在目的看过来的第一时间 拿起带来的手机 正对着盯杀她的男人 推开椅子起身道 看来我们今天的下午茶黄了 我要回去跟我姑姑 汇报这个消息了 目的叫住她 你是最后一个 跟她通话的人 你们说什么了 艾利诺回过头 平静地看她 目的 我劝你别发疯 起码别找我发疯 我是给她打过电话 但我和她的关系 就算我给她打过电话 也不需要经过你同意 或者给你汇报 至于你想问的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不是我做的 信不信在你 她说着就要走 身后的男人沉重叫住她 是乔涅 艾利诺脚步稍顿 但没停下来 很快离开了洋溢着 管弦交响乐的花园 只留下背影 目的咬紧腮肉 太阳穴鼓起大脑 翁鸣颤抖着手下命 令 先封锁消息 她不相信 不相信她会死 她知道她的理想抱负 她的野心勃勃 这样的人 还没实现自己的梦想 还没重新回到高位 怎么会就那样死了 死得轻而易举 悄无声息 目的整个人陷入混乱中 连下属什么时候走掉的 她都没察觉 只沉浸在根本不敢相信的消息里 乔念 是乔念 还是叶网川 还是他们两个合谋 目的只觉得心脏上面缠绕的丝线 快要将她的心脏四分五裂 剧烈的疼痛 让她产生了身体疼痛的幻觉 目的双手 死死抓住领口 心脏一阵一阵紧缩溃烂 她面色赤红 额头青筋求露 手撑在桌面 大口喘气 艾琳娜 她不相信她死了 但如果她真的死了 她一定要让害死她的人陪葬 目的抓紧拳头 稳定住情绪 转身咬牙 急不离开 她要去亲眼确认她的尸体 一日 叶网川才看到 艾丽诺半夜发来的短信 艾琳娜死了 你钱的还是她钱的 我先给你们说 消息传回来了 岛上闹翻天了 我爸妈在家里 要死要活 逼着我姑姑要交代 我还听说目的不顾他爸阻挠 连夜飞回去了 你们自己自求多福 还有 我家里乱成一团粥 你让我帮忙找的东西 恐怕找不了了 最后那位药材 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其他的药材 我已经打包 让人送过去了 你自己查收快递 最后一条 在凌晨三点传过来 上面严谨一概 我等下销毁电话卡 最近别联系了 第5509章 屋里还有其他人 叶望川删除短信 顺带清理了 跟这个号码的往来记录 过了没多久 就有人敲响房门 扣扣他走过去拉开门 门口站着个 很低调的快递小哥 压神帽拉得很低 只看得见薄薄的下嘴唇 叶望川 恩 快递小哥听见他回答 对方将夹在 腋下的纸盒递过来 简短快速道 你的快递叶望川伸手 结果 问了句 需要签字 对方快速抬眼 飞快看了他一眼 重新低下头 抬手又拉了拉压舌帽 恨不得遮住整张脸 门声道 不用 白马快递 送达急指 意思就是 没有任何的后续服务 卸了太阳起纸盒 快速摇了摇 试意已经收到了 快递小哥 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身影如同沙丁鱼 没入每天有监控的 快速逃生通道 消失在转角 叶望川拿上快递 转身关上门 走回到客厅 将快递放在茶几上面 去给自己接了杯水 折返回来时 他眼角余光 瞥见上面的寄件人信息 埃利诺谨慎 没留真名 又怕他不肯收 用的是粒粒 叶望川喝了一口水 将玻璃杯放回去 看看时间 起身拿起那些电话 点餐去了 乔念睡到早上十点才行 一夜深度睡眠的后果 就是他早上起来 发现身上黏糊糊的全是汗 就乾脆冲了个冷水澡 再套上冲锋衣出去 早女生早上起来的嗓子 透着困倦的沙哑 人也没精神 走过去直奔沙发 往上面一摊 像是陷入柔软的布料里面 只可惜这里不是莱茵的房子 沙发品牌看着唬人 使用起来舒适度不高 起码乔念陷入进去后 立马发现他后颈背底的并不舒服 眉心也慢慢攒起来 眉宫微脸 肉眼可见的烦躁 他出来时没注意看房间里面有没有人 等缓过刚睡醒的眩晕 细开眼缝 才看见客厅里人不少 周老太太 周续行 梁从林和梁峰 还有几个周家的人都在 所有人视线纷纷落在他身上 像在动物园买票看到了大熊猫 各个目光稀奇 乔念刷的坐直了 他稍微收敛了下骨子里的散漫不羁 不好意思 刚起来下一秒 他问 你们在谈试 周续行还没见过他小女生放松的一面 琴着笑道 我过来找夜少问下接下来的打算 哦 乔念直起腿 手肘撑着沙发站起身来 双手插兜跟他们点点头 那你们聊 我出去透透气 哎 在他打算疼地方之前 周续行叫住他 我们已经聊完了 你留下吧 我准备带家里人出去逛逛 周续行顿顿说 附近有个购物中心 他们难得来这边 就当初来散心了 无 乔念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点点头 算听见了 周续行走到他身边时 又停下来 欲言又止一番后 缓缓开口道 我听说了佳琪的事情 乔念聊起眼皮黑毛 看他一眼 没作声 带佳琪做的错事 和他关系不大 主要是米歇尔是否追究责任 所以如果周续行 想找他说情 就找错人了 第5510章 想要念解表态的原因 周续行从他沉默里 感知到他的态度 无可奈何笑了下 摇头解释 我不是想帮他说情 我提起这件事 只是想跟你说声抱歉 不管是佳琪 还是我母亲 抱歉 给你们添麻烦了 乔念这才抽出手 肢骨分明泛着银白冷光 人也是清清冷冷的 不算接地气的类型 但是这会儿他态度挺好 小事周续行观察他表情 微不可查松了口气 谢谢乔念杨启梅 不明白他在谢谢自己什么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起来之前 周续行和周老太太 带上周妇 以及梁峰等人 过来找了叶望川 一来是想要问一下叶望川 对接下来继续跟M国交涉 事宜的安排和打算 二来就是想探探这位的口风 看他打算怎么处理戴家旗 以及无意间得罪了 乔念好几次的周母 期间周续行好几次开口 都被叶望川 滴水不漏挡回去了 人家话里话外 只透出一个意思看乔念 乔念要计较 他就计较到底 乔念不计较 周家就没得罪过他 这才是周续行松了口气的根本原因 因为乔念给出来的态度 是不打算计较 也就是说 周家不会被连累 但佳琪也只需要承担自己的 做措施的部分 周续行看出他眼底疑惑 没解释 这次真心实意地放松下来 总之谢谢你 乔念还是没get到他再三道谢的点 直到周老太太开口 行了 其他人一起鱼罐离开了房间 等偌大套房彻底安静下来 雨声捏着眉骨 往冰箱走去 下意识就想拿碳酸饮料 被从后面撑过来的掌臂挡开 替他关上冒着滋滋寒气的冰箱门 你忘了不能喝冷吧 鼻息快要扑洒到乔念博梗上 喷在后颈引起尾追骨过垫的苏玛 呜 他又摸了摸自己的后颈 抬腿跟男人拉开距离 离那鼓拢照而来的雪后松柏的香气远一点 但这个想法没成功 就被人攥住手腕拉扯过去 迎面撞上一双深邃的眼睛里面 你躲什么 乔念只顿了一瞬 就说 每躲夜望穿见他眼瞼下 还残留着些许深色色调 知道他这段时间都没休息好 不是一晚上睡眠就能不回去 慢慢地松开手 转身走向倒台 等着 不要喝冷饮 我给你煮杯热咖啡 阿乔念聊胜欲无的汗手 居然没再坚持要喝可乐 要知道他一般想干什么 很少为别人三两句话改变主意 他走到沙发原来的位置重新坐下 大概被刚刚那一小插曲打岔 有点醒瞌睡了 没再养靠养神 而是拿出手机横放 打开游戏准备打一局游戏 他一局游戏还没玩完 就感觉到旁边的沙发下线 面前多了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因为游戏进入末期 剩下的人都是高手 就他分神的功夫 手底下的操作的人物 就被他早就发现 正准备解决的狙击手 一枪爆头 第5511章 只能说明背后的人是个疯子 Over 手机里传出无情的音效 招式着他输掉了这局游戏 乔念面无表情放下手机 伸手端起咖啡杯 低头喝了一口 本来以为会很苦 没想到入口绵密的口感 叶望川在旁边问道 怕你不喜欢黑咖 做的拿铁 怎么样 乔念咽下去 比他做了个OK的手势 懒洋洋的又喝了一口 才放下杯子往沙发一道 丝华他重新拿起手机 这次没再开游戏 而是大致扫了扫收到的消息和邮件 以及没接的电话 戴维在公海运送一批货物 官燕和博锦行在F州 风玉和尝大师分别给他发了 褪色者最新的研究进度 乔念打开一幕实行扫过去 他们现在做的研究还是基于爱琳娜藏起来的那份资料上面的数据做出来的 要说进度 其实没多少进度 他记得之前弄到的那份加密数据也跟褪色者有关系 第六周在M国附近还有个实验基地 如果他能拿到资料 他们就可以进一步的了解褪色者 只可惜 艾琳娜死了 其实他不死的话 乔念觉得还可以从他身上作为突破口了解到更多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 想到这里 乔念想起来昨晚睡觉之前没商量出的结果 他偏过头 一双迭利黑眸上下打量起身边风姿灼然的男人 你身上的毒没有发作吧 没夜网川请起笑眼 担心我 乔念盯着他眼睛看了几秒 猝起眉头 趾骨还握着手机边缘 挺烦的 你既然不想进一步 大清早就别聊夜网川一夜 沈然摸了下猴姐 够直接 也就他乔念能简洁直白地说出口 偏偏还让他没办法 总不能跟他赌气在这种情况下跟他进一步证明自己 但是不证明自己又总有重 自己好像步行一样的感觉 夜网川太阳穴充血跳动 按压了许久 才勉强压下被挑衅的稳乱的呼吸 转而提起来 第六周知道了 他们不知道才奇怪了乔念漫步惊心的转动眼烧 这里毕竟是他们的地盘 其实离开戏国 外面基本上被第六周 饮食家族的势力尽透了 第六周比饮食家族还要厉害 饮食家族只是通过经济参与到各国中去 而各国中枢系统里面全是第六周扶持起来的人 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 前者只能算有点话语权 后者才是做到了真正的高座钓鱼台 这也是当初他跟饮食家族闹翻 饮食家族最多给他十点小绊子 针对他个人 而第六周次次针对的都是西国很掐他七寸要他知道 他们不玩个人英雄主义 要玩就要牵连他背后在意的东西 这次艾琳娜暴毙 他又被叫到现场 他心里有数 这就是一个陷阱 而他就算没掉进去 也沾上了腥臭 乔念想得清楚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他们爱来就来 我也想看看他们玩的什么花招 谁在背后动的手 目的是什么总不可能就为了陷害他一下 就弄死艾琳娜吧 那只能说明背后的人是个疯子 第5512章 亲眼看到了 同一时间 穆迪站在纽市警察局的法医处 看着簇拥他进来的警察们 分成两排 双手垂落 放在两侧 一个个静默无声 我要看看他 他颗粒感声音嘶哑 好似一天一夜没睡过 也没说过话 喝过一口水 法医走到保存证据的那一排洞窟前面 拉开其中一个 里面赫然躺着个沉睡的女人 女人还穿着球服 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 如果不是他唇角和发丝边缘凝固的黑色血迹 他看起来宛如睡着了 西装笔挺的男人跌跌撞撞靠近 看到那张魂牵梦绕的脸 就出现在自己面前 如此安静 如此 死色 目的刹那间被泄红般的痛苦淹没 半跪在洞窟前面抓住女人的手 入手冰冷的触感凉净了他心底 艾琳娜琳娜他俯下身 阴朗非凡的脸贴在女人毫无生机的手背上 轻轻磨蹭 如情人难语 我回来了 你看看我 是我错了 我不该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男人勉力牵起嘴角 跌入幻境 你看你 手好冷 你一定是太冷了 所以才不愿意跟我说话 对吗 法医不忍道 目的先生 请您节哀顺便 法医的话 不知道触动了那只机关 刚刚沉沉在温柔里的男人褪去柔和 锐利的贺眸看向他 扑面而来的沙里冷意 节哀顺便 什么哀他站起身来 面容冷酷的 好似从地狱里面爬出来的恶鬼 死死盯住在场的人 手指着躺在那里 早已经没有呼吸 甚至已经冻得结冰的女人 她没死 她只是跟我赌气 不愿意说话而已 她睡着了所有人鸦雀无声 没人敢打扰她 目的面部神经症挛 嘴角抽动 再次将目光落在刚刚说话的法医身上 看他的眼神如同看死人 你说他死了 那你告诉我 谁干的 我 法医瞠目 就见男人从西装腰侧抽出机械 只听清脆上膛声 黑漆漆的洞口对准了他的眼睛 告诉我 谁干的 法医双腿发软 险些跌坐在地上 面对生死威胁 他没有表现出法医专业从业者大无畏的英勇冷静 反而面色惨白 张了张嘴 张嘴就来 有 有嫌疑人 但是 我们没证据谁目的面无表情用枪口指着他 法医低声道 西国有人看过他 他们来了之后人就死了 没有争的家属同意之前 我不敢解剖尸体 所以无法得到确切的死亡时间 但是他们是第一发现人目的缓缓放下枪口 垂眸看着躺在那里了无生机的女人 平静中透出不顾一切的疯狂 你说 乔念法医愣了愣 反应过来 对 他是叫这个名字 除了他以外 还有几个人 目的全然听不见了 他耳朵最后能听见的声音停在了那句 对 他是叫这个名字 他用力收拢手指 机械边缘凸起的硬块 落得他掌心飞红 这些都不能令他拉回一丝理智 第5513章 他爱你 爱过你 他满脑子回荡着一个声音 他就死了 害死他的人为什么还能好好活着 目的不是爱玲家族的人 尽管他想带心爱的女人走 去到一个只有他的地方 但是他无法这么做 希尔夫人他们已经在来的飞机上 他如行尸走肉般离开的警察局 站在兵力旁边接到希尔夫人的电话 你见到琳娜了 见到了 他怎么样 他是不是好好的 那些消息都是假的 都是骗人的 他 目的闭上眼睛 握紧手机 他睡着了那边长久沉默 只听见急促呼吸声 哈 睡着了 连你去看他 他都不理你 他 和你关系最好 你去见他 他怎么可能不跟你说话 敌心脏刺痛 对不起伯母 希尔夫人发出痛苦哀鸣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他死 撩我的宝贝天底下最优秀 他怎么会年纪轻轻说没了就没了 他前几天还在跟我打电话 让我不要担心他 让我多去看看他姑姑 目的 他怎么会死了 对不起 希尔夫人深吸一口气 声调陡然变得阴冷尖锐 我要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还有 不管是谁干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你也不能放过那些人 他 他爱你啊 埃利诺也跟着搭乘私人飞机 在去往纽市的路上 就坐在距离希尔夫人两个身位的位置 他之所以没有挨着希尔夫人坐 主要是他这位好母亲 在听到埃琳娜猝死的消息 整个人陷入了疯狂之中 时不时就情绪失控 面对他的时候更加如此 看到他就会面无猙獰地说胡话 甚至想要动手掐他脖子 嘴里嚷嚷着 如果不是你抢了埃琳家族继承人的位子 你姐姐就不会死之类的话 埃利诺跟他感情不深 自然不愿意任由他将丧女之痛 发泄到自己身上来 好在他那位父亲还算冷静 知道他们将来唯一的依靠是谁 没再跟以前一样祸悉尼 他拦住了发疯的希尔夫人 让他坐了个远一点的位子 埃利诺的位子和希尔夫人有一定距离 但不妨碍他在这架私人飞机上面 听见自己母亲填不知识的谎话 他以前跟我说过 如果他不是埃琳家族的继承人 如果不是我们给予他太大的希望 他也许会跟你走在一起 这当然是假话 埃琳娜说过的那番话是 如果我是埃利诺 或者岛上其他小家族的女儿 也许会认为攀上目的 就是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 可惜我不是那些人 我要的比他们多得多 我要的东西穆迪给不起我 希尔夫人包含恶毒咬牙切齿的诅咒 你不能放过那些害他的人 不然他死不瞑目 我知道了穆迪嘀嘀声说 希尔夫人又含泪讲了很多 爱琳娜曾经跟他的回忆 直到穆迪那边挂断电话 他才痛苦不已放下手机 我不相信 他放下手机沙纳就痛哭出声 连穆迪都说琳娜死了 我不相信第5514章 利用别人感情牟利的人最卑劣 别哭了中年男人将他拥入怀中 轻轻地抚摸他后背 安慰着他 我们 我们还有埃利诺 还要过下去 谁知他话音未落 就被希尔夫人猛地推开 迎上雷霆愤怒的质问 你什么意思 我没 希尔夫人捂住耳朵 歇斯底里怒吼道 我不听 我的宝贝尸骨未寒 你就想好了退路 那个孽种靠得住吗 你就想倚靠他 如果不是他 他姐姐就不会死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你也是 这辈子都不准原谅他 埃利诺不想打断他 听到他再一次将黑锅扣在自己头上 还是没忍住脾气 不软不硬地顶了句 别什么都算我头上 你宝贝女儿在外面没少得罪人 她会死 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什么 希尔夫人撑着手大喘气 绿发少女回过头 跟他四目相对 冰冷的眼里没有丝毫的如目之情 只有冰冷的警告 我说他死就死了 别算我头上 我不背锅 还有 你还想让我帮忙 就不要给我摆架子 我们家什么关系 你我心知肚明 你在外面给我体面 我自然会给你同等的回报 反过来一样 意思就是 希尔夫人在动不动在外面说三道四 她也会相应地给希尔夫人一点厉害瞧瞧 你 希尔夫人气得够呛揪着领口红眼睛冷笑 好呀你 你真厉害 你够可以绿发少女不吃她这套 一句轻飘飘的 谢谢将希尔夫人恨不得十七肉的愤怒捏得粉碎 并且她说完这句就不耐烦地转过身去 再也不搭理发疯的希尔夫人 我是你 就不会在她死了以后还帮她说谎 她活着的时候不敢承认自己养了鱼糖 起码她死了可以遵从心意说一次没爱过 他们都知道爱琳娜亚根没爱过穆迪 或者她最爱自己 除此之外也对人动过心 那人不是穆迪 埃利诺在说她之前在电话里面撒谎了 你不该骗人利用别人感情牟利的人 最卑劣希尔夫人气得驳梗青筋囚路 硬是没敢再吵回去 她恨极也怕及了小女儿 唯恐这个忤逆不笑的小女儿跑去告诉穆迪真相 她在岛上闹了两天 她那位大姑子的态度分明是不愿意为了爱琳娜的死大动肝火 她只能依靠穆迪了 穆迪离开纽市警察局并没有好受到哪里去 家里不断地打电话命令她立刻回去 不准插手这件事 另一边她派人去调查的结果显示 乔念是最后一个探监的人 但时间太短 无法证明是她杀的人 穆迪看着圆圆不断送回来的消息 只能借酒交仇 痛苦不已 她是恨是怀疑乔念 但是她还没蠢到极点 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乔念做的之前 她不会冲动出手 机会只有一次 她父亲不会给她两次动用家里人脉的机会 她要给她报仇 所以不能找错人 不能冲动 她要等证据 等一个确定是某个人做的绝对说服她的证据 而那个证据很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第5515章 纸条上面的内容 这天她刚走出酒店 就有人迎面撞了上来 穆迪肩膀被人狠狠撞过去 身旁的助理眼疾手快扶住她 就没好气冲着乱跑的人呵斥 走路不看路啊 没看见撞到人了 那人跑得飞快 不知道听没听见她的话 转眼就要没入人群中 助理面色微变 当即要追上去给她点颜色看看 没想到还没行动就被人叫住 让她走 可是 助理驻足转过头 她撞了宁就跑 实在太嚣张了 不用管她穆迪缓缓地抬起被撞的手臂 张开五指 手掌心里多了一张纸条 纸条揉成了团子大小 就是刚刚那人跟她错身而过的时候 硬塞进她手里面的 这是什么东西 助理吃惊 看看就知道了 穆迪面无表情开始解开纸团 上面用笔潦草写下的字印入他们眼帘 乔年中毒了 中一流在帮她研究解药 她的毒跟你要找的人的死因有关 你可以查一下她名下的财产实切的事 助理看完后瞠目张嘴 偷偷观察起男人的表情 穆迪也在差不多时间看完纸条上面的内容 称不上好看的表情 隐忍地鼓起轻惊 她将手上的纸条揉成团丢进垃圾桶里 麦腿拉开麦巴赫车门 在弯腰上车之前冷酷吩咐道 去查 查纸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两天大使馆又跟FBI进行了几轮交涉 交涉的结果超过预期 FBI通过几轮谈判下来 也明白自己临时找的借口 在法律层面上站不住脚跟 继续跟周续行打官司 只会更加暴露出他们居心不良的真实目的 并且他们这次行动极大程度激怒了亚裔科学家们 许多科学家自发给周续行作证 证明周续行没有任何窃取机密的行为 FBI属于无故抓人 另外大量的留学生开始在FBI外面进行抗议游行 要求FBI放人道歉 给大众一个交代 重重压力下 主张继续扣押周续行的声音开始示威 不得不顺从大部分人的意愿跟西国谈判 乔念作为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也在谈判人员之列 他带上梁峰 梁从林出席 周家指派了周老太太和周富两个人作为代表 周续行和周母等人留在W酒店 由大使馆派人保护安全 10点钟 乔念一行人到达谈判现场 国经大厦在零次质比的纽市中心依旧高耸入云 意义生辉 他们谈判的楼层在六层 要先经过大厅上去 此时正是上班时间 许多穿着正装的工作人员进出大厦 全是步履匆忙 怀中还抱着文件或者正在打电话 乔念一行人一出现 足以吸引他们的注意 请FBI派人在下面等候 接到人往里面领 脚步稍快走在最前面 带梁从林他们去乘电梯 梁从林一行人以乔念为首 女生漫不经心跟在后面 出于对正式场合的尊重 今天没带鸭舌帽 露出那张年轻的过分的脸 她垂下的碎发下眉峰锋利 一双黑眸吊灼卷意 双手漫不经心插进兜 压着眉眼 全程没往旁边看 第5516章 谈判并不顺利 一直到进入电梯 身形彻底消失不见 才有人小声议论起来 这些人是谁呀 西国代表团里面 怎么混进来个那样年轻的女生 她也是代表团的人 看起来20出头 有20吗 我看过那场官司 她好像是里面挺重要的人物 真年轻啦 近看比在电视上看见还要年轻 哇哦 是个漂亮的外州美女 电梯上到六楼 负责领路的人 带着他们进到谈判的会议室门外 站住停下来回头道 到了有人推开门 乔念逆着光看到里面右侧已经坐满了人 正朝着他们的方向望过来 她带着梁从林等人进去 找了个中间第二个位置坐下 将最中间的位置让了出来给梁从林 梁校长请坐女生懒洋洋的 看起来不经意又比谁都懂得谦让和尊重的意义 梁从林看了眼对面密密麻麻坐着的人 没跟她在客套来客套去 理了理身上西装坐了下去 乔念是他们这次形成的主要负责人 按说应该让乔念坐在最中间的位置 但是乔念太年轻了 不管怎么样 为了避免麻烦 哪怕做做样子 他也需要作为西国代表稳定下心态 接下来就是双方开始谈判 梁从林来之前就跟周家的人商量好了他们的条件 在结合金氏那边的条件 他开始跟FBI交涉起来 既然是谈判就不可能多么和谐 双方一开始开出来的条件就不一样 FBI给出来的解决办法 就是不再追究周续行一次偷到数据 周续行还可以继续留在M国交换学习 梁从林这边开出来的条件苛刻的多 他要求FBI道歉 外加恢复周续行名誉 并且要FBI这边公开声明承认错误 不可能 我们绝对不会答应 我们做的最大让步就是不继续追究责任 其他的免谈 FBI的负责人脸色很臭 态度极其强硬 面对梁从林开出来的条件只差摔杯子走人 梁从林态度也很坚决 我们提出来的条件就这些 你们不同意的话 我们就继续打官司 继续耗下去 FBI负责人也被激怒了 当即站起身来居高临下的冷笑两声 态度恶劣地说 我们无所谓 只要他的家人耗得起 我们也耗得起 你们就留在这里打个一两年的官司 我们慢慢走流程 怕就怕他家人的签证没那么长时间 待个三个月就得回去了梁从林晨下脸 抓紧文件夹边缘 控制自己的情绪才没有当众跟人吵起来 对方的做法实在流氓 哪像FBI更像电影里面的地痞无赖 他深呼吸 你们平白无故地冤枉他人 给人家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 我们只要求你们公开道歉 恢复我方科学家名誉 合情合理的要求 在你们看来就这么难做到 FBI负责人脸上透露出不耐烦 是不是冤枉还不好说 只能说我们这次没有抓住他而已 谁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偷窃过我们的数据 或者他也许将偷窃数据 只是这次没敢这么做就被我们抓住了第5517章 念姐 我给你谈就谈 不谈你更惨 梁从林气得浑身发抖 你 这时乔念不仅不慢地敲了下桌面 弄出来的响动引得所有人注目 他在一众目光中慢吞吞地开口道 好一个受害者有罪论 FBI的人表情都不大好看 乔念没管他们 从带来的口袋里面抽出来一份文件丢到他面前 微微扬起下颌 看看 极度眷狂 FBI负责人胸口起伏 怒视着他 没有动手 换来女生无情吃笑 我劝你捡起来看看 毕竟 你的眼神除了让我想起斗机外 没有任何作用 一直盯着我看挺好笑的见状的男人 忍其吞声捡起来了丢在他面前的文件 本来是很不爽的随便看了一下 结果看清楚上面的内容表情骤变 越看越认真 越看越紧张 脸色也是变幻不定 他花了五分钟看完上面的内容 在看向女生时 眼神都变得警惕起来 忌惮道 你想要做什么 乔念给了他一份 历年来FBI手上沾染的人命官司 上面好几个涉及肤色问题 只要传播出去 就会引发社会舆论轰动 足够让他们吃一壶 甚至引发不可想象的海啸 这些比梁从林跟他们讲道理 讲道义有用得多 瞬间就将张狂的男人脖子上套上项圈 智固着他命门 逼迫他平视乔念等人 女生往后靠 敞开腿 眉眼轻狂自行无忌地 曲起手指 敲了敲周面 严谨一该提出来 一 道歉 我要你们给周续行本人道歉 承认你们的错误 二 发声明 在你们的社交平台上面 发布声明 公正地给所有人 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法庭的判决结果 以及你们其中涉及的违法行为 三 接受采访 恢复周续航名誉 在网络电视 TV等媒体层面 给西国科学家道歉 他每说一条 都让FBI全员面色疏变 越变越难看 雨声浑然不绝地垂下手 杨梅犀利的眼神 扫过对面所有人 最后慢悠悠落在负责人身上 这是对你们来说最优选择 我要三天之内看到这三条 少一条 我们都不用再谈 你们这是蓄意挑拨舆论 FBI负责人怒不可遏地 撑住会议桌 换来女生轻描淡写地回应 啊 我的个人行为 你可以试试抓我 我可以跟你们走 但是同样的 你考虑考虑自己承担得起后果 FBI负责人面对吃狗狗的挑衅 竟然忌惮万分 半天没敢发作 只咬牙切齿地看着乔念 我说了 眼神杀不死人 我不是下大的 既然大家走正常流程谈不下来 我们就用你们用的方法 走外门邪道来谈 你可以说我耍流氓 我不介意 毕竟你们先给我们耍流氓 一个小时后 会议结束 FBI几乎全面接受了 梁从林开出来的条件 还被迫在这些条件前面 加了一个期限 三天内 三天内 他们需要主动道歉 主动给周续行恢复名誉 还得主动解禁 对周续行的出入境封锁 FBI的人在谈好的文件上签字后 摔门而去 第5518章目的找上门来 梁从林见人出去 才松了口气笑起来 扭头跟女生说话 你给他们看的什么东西 把他们吓成这样子 一些他们做的好事的证据 瞧念将带来的东西 收入文件袋中 发现 FBI还把那份文件给带走了 有点讶异的挑了挑眉烧 没搞懂对方行为的意义 他们拿走那份文件 该不会认为他没有存档 那玩意儿 他要多少复印多少出来 值得他们带走 梁从林只见他拿东西的手一顿 怎么了 乔念迅速回过神来 继续收东西 没事 我梁从林解决了最大的难题 心里大石头落地 心情愉快地说 我准备先安排飞机 送周博士和他的家人回去 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等三天后 FBI的道歉声明 你呢 先跟他们回去 还是等三天后跟我走 乔念系好牛皮带上的风绳 漫不经心地说 一个都不跟 我还有事没处理完 你们先走梁从林想问他 留下来干什么 又发现会议室里 还有不少人没走 又硬生生厌了回去 周富正好从他们身边经过 没听见他们聊什么 喜气洋洋问 梁校长 一起出去 好梁从林估摸着 他要问自己回国事宜 汉手示意他走前面 自己马上跟出去 周富就搀扶着周老太太先出去了 梁从林见状回头跟女生说 那行吧 你自己注意安全 我在M国这三天 有时打我电话 OK 乔念不觉得会找他 但还是给足面子 梁从林也就表达下心意 也知道看起来的 年轻的女生背后的事例 有多惊人 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需要他这位校长帮忙 那我先出去了 好乔念听下手里在忙的事情 十分有礼貌地目送他出去 等会议室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慢吞吞整理好要拿的东西 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 出去就碰到在外面等了很久的人 谈谈 乔念挑眉看向好久没见的人 没想到他会找到这里来 戏长蕴藏着锐利的黑魔微眯 吃小出声 我貌似没有拒绝的机会 目的面上平静如水 保持着抬起手臂 让他去应急通道出口处的姿势 像机器人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乔念高高扬眉 看了他一眼 转身往应急出口走去 目的紧随其后 两人走到监控死角拍不到的地方 乔念先停下来 转身面对面高大的男人 单手插兜 嚣张明媚 谈什么 目的阴损般的眼神都头照下来 将他从上到下逐一分析 似乎要看透他 半晌才开口说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乔念不太耐烦回过去 如果我告诉你 他的死跟我无关 你是不是不会相信 目的低沉阴冷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乔念耸了耸肩 扬起下恶 OK 你问从某种程度来说 他不想招惹上目的这个麻烦 原因很简单 他之所以留下来 是想帮叶望川找解药 就算找不到解药 也要盯着众一流 做出压制毒虫的特效药 第5519章来确认 念解是不是有杀人的理由 乔念不想在这个过程中 节外生枝 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这才是他耐着性子 愿意跟木迪走过来 谈谈的根本原因 木迪长话短说 你是不是曾经闯入过 他的金库找东西 木迪紧迫看着他眼睛 沉声 乔念 我相信你不是个撒谎的人 做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过 你说没做过 我就相信你吃 女生挺造的 眯起眼睛 不耐烦打断他 你不用跟我用激将法 我是去过他金库 然后呢 你想问什么木迪冷不丁的 你很讨厌他 乔念没想到 他第二个问题如此幼稚 顿了顿 似笑非笑看过去 难道我要很喜欢他 我跟他还有你都算不上朋友 大家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你会喜欢自己的敌人 就好比你现在和我站在这里说话 你喜欢我 木迪某底一闪而过的英智和厌恶压 压根藏不住 又引起女生毫不留情的嘲弄 所以不要问我这些没有意义的问题 浪费彼此时间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杀他 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木迪突然打断 没有理由吗 乔念看过去 就撞进翻涌恨意的眼睛里 稍微顿了一秒 反思自己应该有理由要弄死艾琳娜 就这么一瞬间的停滞落在男人眼里 变成了证据 证明了他的心虚 我已经问完了 木迪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模样 转身就要走 临走之前又扮回过头 轻声跟留在原地的女生道 我只爱过他 瞧念抬眼间 那人已经走得不见踪影 还是从应急通道离开的大厦 没经过电梯 木迪都走了 他更没必要待在这个角落 他慢吞吞地从角落走出去 下了电梯 在大唐或梁丛林等人碰头 梁丛林见他下来 跟周老太太说了句什么 就迎上来 怎么了 怎么下来这么慢 没事 乔念不想让他担心 就没提木迪找上门的事情 无所谓的敏纯 解释道 接了个电话 哦 梁丛林不宜有他 问道 你等一下总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你跟我坐一辆车 乔念婉拒了他好意 不乐迎上梁丛林微皱起的眉头 他说了个充足的理由 我要去医院看看米歇尔 米歇尔身上的毒素打了血清 开始慢慢好转 昨天就 清醒了医生的意思 是让他多留在医院观察几天 以防万一出现突发状况 米歇尔一向惜命 选择留在医院观察 等脱离了医生说的危险期 他再出院 乔念要去看望米歇尔 梁丛林自然无话可说 抬手拍了拍他肩膀 陈生道 帮我跟米歇尔先生问好 行 众一流也在那家疗养院 他去找众一流的同时 确实要顺便去看下米歇尔 所以他没拒绝 还有戴家琪 梁丛林愁愁怎么开口 问乔念就猜到他要问什么 没什么情绪的说 他要追究梁丛林一愣 双目错愕看向他 第5520张中罗 来找我要特效药 乔念挺烦的抬眸 他们M国人没有我们那套 得饶人畜且饶人的说法 他醒来以后 我问过他 他的意思戴家琪已经成年了 是个具有判断是非对错的成年人 他不会因为对方被抓住了 事后感到后悔 并且给他道歉 就原谅对方伤害他的行为 否则是对他自己的不尊重 他说他尊重上帝给他的生命 所以不能原谅戴家琪无理的行为 会按照法律追究对方的责任 问梁丛林许久叹了口气 应该的乔念知道他在惋惜什么 想了想又说 米歇尔说不会在M国对他提起起诉 他会等戴家琪回国以后 再委托C国的律师起诉 这样的话 戴家琪可以留在国内 承担刑事责任 梁丛林再次叹了口气 又拍了下女生后肩膀 轻声道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会跟周老太太他们说 梁丰等人在门口等了他好一会儿了 梁丛林也不好揪着乔念一直说 简单地聊了两句 他主动道 既然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 我就先跟他们走了 你自己注意安全 有时发消息行女生挺轻慢地答应 梁丛林匆匆追上其他人 先他一步离开了国经大楼 乔念在他们走之后 也上车去找了众一流 疗养院里 众一流才从实验室出来 手上的塑胶杀菌手套还没取下来 跟来找他的女生道 所以周续行的事情解决了事吧 问众一流脱掉双手的手套 走过去接了杯水润嗓子 回头看他 眼神复杂 要我说让你少管点别人的事情 你肯定又不会听 还会在心里嫌弃我啰嗦了 但是你自己看看你 你管了他们的事情 转头就得罪了FBI 将来万一有用得到人家的时候 人家谁还离你 悄念转动随便捡起来的一只马克笔 在手指间转动 混声混不吝的懒劲 说话也懒洋洋的 没有那个时候 终一流没好气对过去 哦 没那个时候 你怎么前不久才找了 APP的人帮忙 悄念默了一瞬 旋即到 APP跟岛上没联系 众一流看着他 不知道说什么了 静静地看了他几眼 索性什么也不说 转身往操作台走去 他们做的事业实在逆天 我不想你得罪他们 但必须有人站出来阻止他们 不然我无法想象 人类要被他们 突入什么样的深渊里面 当世界陷入混乱之前 必须有人逆光而行 帮着普通人先一步 面对危险 这样的人放在电影里面 叫超级英雄 众一流不想自己身边的人 成为超级英雄 因为英雄意味着牺牲 他不愿意自己当成晚辈的Q去牺牲 但他也知道这是乔念的选择 他尊重他的选择 你来找我 试问特逍要的进度 众一流岔开话题 主动提起来 乔念不藏着掖着自己的目的 问众一流有点头痛 拉开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管玻璃管 递给女生说 洛 给你第5521章 念解 所以还是要找解药 乔念顺手拿过来 就听见他说 这个不是最终版本 只是暂时做出来控制他发作的药 里面含有麻菲态 可以降低他血液里微生物的活性 对人体有一定的副作用 比如他会失睡 精神不激恩乔念点点下额 抬眼看过去 要多久才能做出最终版本的解药 众一流笑出气音 你当做个特效药出来很容易 余生拢好手里的玻璃管 垂眼 没 我知道不容易众一流指着他手里的特效药说 就这个都是我让药剂协会的其他人 放下手里的工作 加班加点研究出来的 你想要最终版本的解药 少说三个月 多说半年 一年不一定众一流没说也许还要更久 所谓特效药一般都是市面上少见的疑难杂症 我们能找到的案例很少 还要利用有限的病例 研究出专业的靶相药 你知道市面上很多免疫力疾病和癌症 十年二十年未必研究出来得了一种靶相药吧 事实也是这样 医学类里最难攻克的就是靶相药 它已经很收敛了 照样压不住眉眼中的疫气风发 灭了乔念一眼 口气掩藏不住的疫气洋洋 你以为不管饮食家族 还是各国政要们为什么对药剂协会礼遇有加 他们这些人还不是怕生病 更怕得了疑难杂症 将来有天求到药剂协会头上 所以提前接个善缘舞女生眉眼自虽 转身拉开包包拉链 将玻璃管塞进自己的包里 对种异流的话不置可否 他装好药才看向老者 也就是说 还是要想办法找到解药 种异流脸目 你可以这么认为 另一边 木迪回到住处 进门就打来酒窖 从里面挑了一瓶烈酒出来 打开木塞 拿了个玻璃杯 给自己倒上满满一杯酒 他脸色不于仰头一饮而尽 又倾斜酒瓶再次倒满 助理看着他一系列的举动 好半天才敢小心翼翼靠近开口道 木少 您去找了那个人 结果如何 木迪再次将杯子里的烈酒喝完 手臂青筋扎节 是他 您确定 助理刚要张口问怎么确定的 就听见男人冷沉沉的声调音知道 他和纸条里说的一样 去过金库 去过 助理想说 就算乔念去过金库 说明不了一定是他杀的人 光凭着乔念去过金库 判断会不会太轻率 我要的是 他的动机 木迪没给他开口机会 就打断了 满脸即将滴落的冰冷 又给自己倒了今天的第三杯酒 狠狠闷下去 嗓子眼被烈酒辣的浅色刺痛 木迪的眼睛都刺激发红 他亲口承认去过金库 就有了动机 纸条上面写得很明白 乔念在闯进金库的时候 一时不查中毒了 现在他查到 艾琳娜金库失窃属实 药剂协会 众议留在这里属实 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那个纸条上面 写的内容全是真的 乔念有杀害艾琳娜的动机 至于证据 第5522章 那就给他们在家把火 哈木迪心红着眼睛 杯子里的酒喝完 甩手 碰得将杯子砸在墙上 咬牙切齿道 我不需要证据 我也知道他如果做了 不可能让人抓住马脚 他是什么人呀 有本事毁了维港 置身潜入第六周救人 如果我一定要证据 艾琳娜要等多久才能下葬 木迪捂住头 痛苦不堪的思民 你知不知道 他死的时候 甚至不肯闭上眼睛 他在法医那里 看到躺在冰柜里面的尸体 那双眼里还残留着震惊 恐惧 不甘心 他没有闭上眼睛 连死的时候都不闭上眼 木迪眉眉眉想到这里 就心如刀脚 整夜整夜失眠 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会想起他 他在梦里见到他 一次次质问自己 为什么不给他报仇 为什么放过那些人 为什么让他一个人 冰冷地躺在那里 他那天明明让我去看他 如果我没有回去 也许他不会遭遇不测 他才二十四 二十四 一切梦想刚刚扬翻的年龄 一颗耀眼的星星坠落 死得如此憋屈 不甘心 木迪睁开眼 眼里只剩下恨意 我不要证据 我要乔念给他陪葬 同一时间 同样的地点 背对着影子的女人 还在修剪花枝 只不过这次 他修剑的海棠花枝 大朵浓稠鲜艳海棠花 从他指尖穿过 开岛糜烂 语人今天穿的露出 继带的晚礼服裙 也如同他养的海棠花一样 雍容迷艳 夺人眼球 影子停在距离 他几步之遥的位置 和上次一样 在同样的距离站定 不再靠近 语人背后 彭腐长了双眼睛似的 在他站定的刹那开口 回来了 恩 木迪调查了 金库失窃和众医流 是 他按照纸条上的提示 去找了证据 我提前将证据准备好 他调查得很顺利 他现在已经确定 凶手就是瞧念了 则女人轻轻则了声 偏过头 看着面前的海棠花 似乎不满意 修剪出来的效果 慢条四里的擦拭起花茧 太慢了 影子听出他一有所指 抬起头又低下去 沉默等待女人的安排 语人和上次一样 无情地剪掉 面前不满意的作品 看着那躲开的 极艳的海棠花 掉在地上 抬脚从花软上碾过 蹦见的花枝 旁腐流出来的眼泪 语人没有丝毫波兰踩过去 放下剪刀 用清水灼洗束手 垂眼看着水面 倒映出来的影子 那你就再帮帮他们 帮他们加把火 加快点速度 影子不明就里开口询问 您的意思是 光目的一个人风怎么行 语人轻声细语 忽略掉被他剥碎的水面倒影 宛如最好的情人低男 还是得两个人 对着发疯比较好 三天后 FBI发表公开声明道歉 还接受了各大媒体的采访 负责人再次在镜头面前 承认了错误 引发了舆论激烈讨论 不管网上的网友怎么说 FBI公开澄清的行为 证明了周续型的清白 尽管网上还有个别不和谐的声音 大部分向着周续型 谴责了FBI不负责任的行为 第5523章 突发状况 周续型也在这个时候发声 表示不再留在M国实验室 继续学习 将启程返回国内 机场少不了记者的围追堵截 不少记者得到消息提前到机场 等待周续型一行人出现 想要拿到周续型的一手回应 乔念提前跟梁从林说过不回去 叶望川自然也留了下来 这次回去的只有周续型和梁从林他们 周续型处理研究所的扫尾工作 花了点时间 正好赶上和梁从林一起 他们就选择了同一天回国 这天M国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的好天气 在这周续型和梁从林的车子 稳稳地开在去机场的路上 周续型还在跟梁从林说话 乔念不跟我们一起回去 他呀 别管他 他说还有事 他是清大的学生 学的中医和音乐专业 但是计算机玩得不错 他有没有兴趣了解下航空航天 周续型还挺喜欢乔念的 动了心思 梁从林一边坐在副驾 一边看他 知道他在想什么 先替乔念婉拒了 他脾气不好 也没那么多时间 你就别想了 他不会转专业 也不会再多兼顾个专业 梁从林说到这里 没好气到 以他现在的修分速度 我怀疑他就毕不了业 乔念休学一年多 快把清大当成背景版了 以前好歹去学校上上课 做做样子 现在他除非有事 不然很少去学校 就算去了 也是待在实验室里面 不然就是找人 更何况周续型 在国内是算不错的 中流砥柱人才 但比起早就想收徒的成大师 周续型最多算个小年轻 成大师都没能说服 乔念跟着学 周续型享受乔念当学生 纯纯多余了 周续型不知道其中内情 也不强求 只是有点遗憾说 可惜了 我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是啊 梁从林在心里想 可不是吗 谁看不出来这种绝顶天才 和普通人的区别 但天才之所以是天才 就是难搞 乔念比清大数学院那些天才 难搞得多 你就别想了等回国 梁从林话音未落 眼角余光 瞥见鞋前方冲出来的车子 骤然失声 啊 伴随着撞击声 司机猛打方向盘踩刹车 车子剧烈旋转 摩擦着轮胎冒烟了 可算勉强停下来 没有造成更大的交通事故 梁从林也从最初的撞击眩晕中 回过神来 模糊看见那辆撞了他们的车子 逃之夭夭 他摸出手机 拨出去电话 艰难开口 我们出车祸了 乔念接到电话的时候 刚刚跟叶老爷子打完电话 找了个理由 搪塞住老爷子 不让他过多的怀疑 他很少撒谎 乔念刚在电话里 虽说没有跟叶茂山撒谎 只是胡伦岔开话题 让叶茂山误以为 他们为了别的事情留下来 还是让他心累 好似打了个攻坚战 整个人皮得不行 梁从林的电话 就是这个时候打进来 张嘴就是车祸 乔念马上拿起车钥匙 你们在哪 我过去找你第5524章 面积百烂 梁从林深吸一口气 在手机那头说 我们没受伤 你别过来了 我打算直接去机场 尽早离开这里 乔念动作烧盾 又听见他那头在说 我打电话给你 就是想告诉你 自己注意点安全 这显然是他们的报复 你和叶绍单独留下来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乔念忽略到他后面的叮咛 沉声道 你们真没事 我没事 只擦伤眉骨 皮外伤 周博士呢 他扭到了左手 但我们刚检查了下 没有伤到骨头 就是普通的扭伤 乔念旋着的心放下去 也不着急出门了 他将车钥匙重新放回去 那就好 梁从林分外冷静分析道 对方没想知我们死地 更像是一种示威警告 会不会是FBI做的 不会乔念断然否决他的猜测 过了半会儿 不仅不慢解释道 他们有这个闲工夫 何必答应我们的条件 他指的FBI早上 还当众道歉的事情 你说的对 梁从林如梦初醒 也意识到自己猜错了人 可是不是FBI 他们最近还得罪过谁 乔念旁扶听得见他心声 别想了 你和博士他们先回国 这边的事情交给我来查 嗯梁从林不逞呢 只说你自己小心一点 不然我跟叶老 还有叶老他们没法交代 好女生答应的痛快 至于听没听进去 就没人知道了 梁从林那头挂断电话 乔念慢吞吞放下手机 转了下手腕 心情不大好 将手机丢在沙发上面 人也坐过去 夜望穿出来 就看到他仰靠在沙发 用手挡住眼睛 似乎心烦意乱的一幕 他脚步稍顿 手插进兜里 漫步走过去 站在女生面前停下来 就站在那里 居高临下地看了一会儿 乔念耳聪慕明 肯定知道他过来了 但是他依旧维持着 那个摆烂的姿势 一动不动 连搭在眼皮上的手 都没挪开半寸 庞扶不知道 他已经过来了 吃夜望穿笑出气音 抽出手 手里面多了一颗 包装鲜艳的糖果 他优雅拆开糖纸口袋 弯腰曲奇漂亮的手指 将那颗糖塞进他口中 低垂眼眸 好像在哄人 试试 草莓口味的乔念 能感觉到他靠近的呼吸 还有手指间擦过唇半残留的温度 再加上口中多出来的这颗糖 总算舍得拿开 搭在眼睛上的手 睁开眼睛 慢吞吞地坐直了 叼着那颗水果糖 咬进嘴中 嘎嘣作响 弥漫的草莓甜滋滋的味道 驱散了没吃早饭 引起的滴血糖 他脸上的冷造感 消散不少 多了一丝懒洋洋的意味 你怎么随时都有糖 他挑起眼神 之前是橘子糖 现在是草莓口味 吴叶总改行当水果糖批发伤了 叶望川不理会他的挑衅 深眸映出他的倒影 眼睛一概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咔嚓 强念尖锐的虎牙 咬碎口中的水果糖 发出嘎嘣脆响 旋即双手手肘撑住身体 人往后仰 修长的脖子拉长满弓 那双去黑的眼睛始终看着他 又在他对视之前 抢先一步挪开眼 第5525章 等等就知道他想干嘛了 乔念人懒洋洋的不着调 口气清淡 我有时候真怀疑 你是不是有读心术 怎么每次我还什么都没说 你就好像知道了 叶望川充当了安静倾听者的角色 锤手站在那里 安静听他说话 乔念又迅速看他一眼 瞥下有黑眼睫毛 周身涌起一阵挺躁的反应 跟他说 我总感觉背后有一只手 在推动所有事情的发展 他把梁丛林他们出车祸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下 紧接着支启身 黑眸沉脸 从爱琳娜暴毕到梁校长他们出车祸 全部都太凑巧了 乔念想到什么 微微促起眉 在梁校长他们出车祸之前 木迪还找过我 他眼睛很亮 好似穿过重重迷雾抵达真相 你说我会不会怀疑木迪 你不会夜望川见他垂落的发丝 伸手大拇指指尖俯过他侧颊 瞭之耳后 勾起唇角 十分轻松的语气 你既然问出来了 就说明你不会乔念黑白分明的眼眸 又看了他一眼 重新咬着糖果摊回沙发上面 无趣他就是有bug 所以每次都猜得透自己的想法 夜望川说 你不用去纠结幕后的人 他要达成目的 不可能一直躲在后面 总会浮出水面 乔念半盒眼睫在想事情 嗡了一声 隔了一会儿 像想通了一般重新抬眼睫看过去 你说的对 等等就知道他想干嘛了 事实上没有让他们等多久 乔念就确定这件事跟目的无关了 因为他接到了纽市警察局的电话 电话里面 逆批的人希望他过去一趟 但没在电话里说什么事情 乔念拿上外套准备去看看 夜望川紧随其后 圈住他手腕 我跟你一块去 乔念看了一眼他钻紧的手 奔由寄灵开车 两人很快到了纽市警察局 等他们踏入警察局里面 迎面而来的警员 纷纷露出复杂的表情偷瞄他们 乔念一律无视调 踩着他们讶异 愤怒 厌恶的眼神走到最里面 跟和他打电话的人接头 你给我打的电话 乔小姐 女警员看到他 反应过来 放下怀中报的文件 是一同事等等 又下意识地望向乔念身后站的男人 夜望穿出众的外貌 很难被人忽视 女警员见他还带了人来 微微醋眉 鸣紧嘴 没说什么 请跟我来 乔念跟着他穿过长廊 走到更里面 还没走到目的地 他就嗅到空气中漂浮的 大量硝烟味 在前面就是层层的人群 消防员正在灭火 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还剩一点火舌 他刚闻到的浓烟 就是从这里冒出来 乔念从浓烟中还嗅到了些许福尔玛林 和消毒水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他隐约猜到了起火点 人来了 女警在人群外喊了声 密密麻麻的人墙散开 让出一条可容易人通过的窄路 火舌外面站着几人 其中一对男女的脸映着火光 漠然望过来 眼里的恨意快要喷出来了 第5526章 着火了 除了他们以外 乔念看到两个熟人 一个是前天才找到过他的目的 见他衣冠楚楚 发似凌乱 可以猜到他才是匆忙赶过来的人 目的似乎察觉到他的目光 如有实质的目光凝过来 像锋利的利剑恨不得穿透他 吴乔念勾起嘴角 回了对方的挑衅的眼神 懒得解释 轻声跟身旁的男人说 看来他们已经把这口黑锅 甩我身上了夜网穿轻笑 乔神还怕背锅 啊 怕倒是不怕 狮子多了不怕痒 我背的锅还少了 他毫不掩饰地说 就是有点不爽 为什么次次都是我背锅 你应该也有动机 他们怎么不怀疑怀疑你 夜网穿听着气笑 谋杀亲夫 乔念邪腻过去 你就不能认为是有难同当 夜网穿抓住他指尖捏了一下 宠溺其婴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没有意见乔念心满意足收回视线 双手插头走过去 迎上几人痴刃一样的视线 吊耳狼当 所以叫我来什么事 他刻意忽略一起来的绿发少女 默契没跟对方有任何眼神接触 好似不认识埃利诺一样 埃利诺从他出现开始 就跟着目的他们看向来人 这会儿更是光明正大的看得够 反正没人注意到他 只不过他如此灼热的视线 很快被人挡住了 埃利诺不爽地抬眼 就见站在乔念身后的男人 不知从何时起 挪到了他左侧 好巧不巧 正好挡住他的方向 把乔念遮了个严严实实 其埃利诺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压低声音 冷吃一声 倒是不好当着自己父母的面 在挪位置 默默将视线移向天空 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 可惜这么好的天气 他还得陪着这些人来处理糟心事 真烦 乔念希尔夫人 没埃利诺那么无所事事 在看到女生出现的瞬间 他就想扑上去 没想到他还没这么做 就换来女生无情警告 我劝你不要过来 我不打女人 但先攻击我的除外 就您这种养尊处优的贵夫人 我怕一脚过去 踹断三根肋骨 您又跟我哭 说我不遵老挨幼 我挺想遵老挨幼 所以劝你不要冲动 希尔夫人脸上 一阵青一阵红一阵白 一股子从脚底 直接窜上天灵盖 快要起毛烟了 面对轻描淡写 警告他的女生 他还真忌惮地 不敢再靠近 唯恐乔念跟说的一样 对他动手 他养尊处优多年 断肋骨不可怕 他不能接受 当众出丑的情况发生 但他又咽不下这口气 瞪着女生的眼珠子 都快掉下去了 掐着手掌心 引路低吼 你前的 什么 乔念滔滔耳朵 希尔夫人更愤怒了 是你前的 对吧 乔念看着他愤怒的眼睛笑了 笑得放淡 你有证据 还是你亲眼看到我放火了 希尔夫人 痛恨他轻描淡写的口吻 咬牙切齿地挤出来 除了你 还能有谁这么干 第5527章 念姐 说得好 为什么叫我过来 啪啪啪 女生抬起手臂 不走心鼓掌 懒散的视线跟他对视 说得对 我也想知道 希尔夫人又要破防 被身旁的男人阻拦 好了 医生不是让你不要情绪太激动 你的血压又要升高了 我怎么可能不激动 希尔夫人斩钉截铁反问 艾林森冲他摇摇头 轻抚他手背 你冷静一点 希尔夫人深呼吸一口气 撇开头 来了个眼不见未尽 艾林森见他不再纠缠 沉连缓不上前 跟女生面对面道 乔小姐 我们死了的女儿 乔念正眼看他 坦荡又无谓暴毙 所以呢 艾林森不可避免地皱眉头 重复他的话 所以 是啊 所以呢 乔念坦坦荡荡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出生 每天都有人死亡 你死了个亲人 所以呢 他只差没把跟我有什么关系挂在嘴上 效果差不多 艾林森瞬间明白了他在反问 脸上的神色没比之前的希尔夫人好多少 冷着一张脸 别人的死活或许跟你没关系 但艾林娜的死 你敢说跟你无关 如果跟你无关 你现在又为什么会被叫过来说得好 乔念偏头看向在旁边的女警 像才想起他这个人 眉宇间压不住风锐之色 淡淡的撇幕 所以 你也被把我叫来干什么 雨警没见过如此强大气场的外周人 被乔念问得一愣 张了张嘴 还没开口气势就弱了一半 我们怀疑 你们怀疑的理由和证据 有吗 没有证据 你们打电话要求我过来 属于侵犯我的个人权益 女生不耐烦打断他 雨警逗大汗珠冒出来了 忐忑不安 又张了张嘴 你是艾林娜女士死亡的第一发现人 我们 第一个发现的人不代表凶手 你读警察学校的时候 老师没教过你这个基础知识 他格外强势 我会让律师跟你们对接 希望逆逼做好准备 女警表情变了又变 却被他身上强大的气场压制得哑口无言 只好频频地看向木迪等人 乔念解决掉逆屁的人 转头就跟方才质问他的艾林森耸肩绑道 好了 解决了 你现在还有问题 艾林森怒急反而笑了 一双冷尘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乔念 一犹所指地说 我以前就听说过乔小姐胆子大 谁也不放眼里 以前我还觉得传言不一定是真 现在看来 关于乔小姐的传言倒是很真实 形容得分毫不差 我不喜欢你们那套寒沙摄影的说话方式 不想听也听不懂 你如果想跟我说话 麻烦说直接点 好 好一个直接点 艾林森怒急 我妻子问的问题就是我想问的 他都死了 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 他看向乔念身边的男人 转移矛头 指着夜望穿 就因为他 你争风吃醋 连他的尸体也不愿意留 乔念挺想鼓掌夸他分析得很精彩 以后别分析了 第5528章 乔念 你有动机 他观察过艾林森和希尔夫人 两人一个肉眼可见的不冷静 另一个看似冷静 实际上听他说话就能听出来 也没好到哪去 他不想继续跟不理智的人扯下去 钱翠走到一直没说话的穆迪面前 因着对方阴冷的目光开口道 周续行一个小时前发生车祸了 在去机场的路上 有一辆车突然窜出来 险些跟他们对撞 后面那辆车看到他们碰到绿化带停车后 又逃之夭夭 你想说什么 穆迪不是蠢人 意识到乔念有话要说 乔念跟他有一定的身高差 气场却不差分毫 还隐隐压过一头 他轻撩淡写反问道 你不觉得奇怪吗 比如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怀疑谁 穆迪表情疏变 玄机冷笑道 怎么 你觉得是我做的 乔念偏过头 越过他看向还没扑灭完的火苗 神色淡淡道 你不也觉得是我做的 穆迪猴头滚动 眼里射出冰锥 冷冷道 乔念 就算不是你放的这把火 你敢说 他的死跟你无关 雨生面对他多多的逼问 挺好笑的回看他 我记得不止一次说过跟我无关 你不信啊 穆迪又被堵了一下 眼睫半合 英俊的脸庞笼罩在半火光半阴影中 覆盖上一层寒霜 乔念 你有动机 乔念顿了几秒 反思自己 他说的动机是什么 又想起什么事的回过头 妄想站在那里 就引人瞩目的男人 嘴角抽动了下 不至于 穆迪盯着他深深地看了一眼 旋即就转开头 拒绝沟通了 乔念看他样子 就知道这就是不相信的意思 他也没有再解释的欲望了 我跟你说这么多 只是想告诉你 也许在你不知道的背后 有人在推动这一切 你愿意跟我关在一个笼子里 做野兽困斗 取悦他人 我也没办法 你自便 他说完这些 没有了再跟这些人沟通下去的欲望 转身叫上人就走 我们走吧 他已经知道 你别叫他过来干嘛了 就没有再留下的必要 乔念 眼看女生就要走出众人的视线范围 希尔夫人忍不住再次喊住人 女生没回头 双手插兜里 背影就透露出满满的造劲 哪怕他没说一句话 希尔夫人也感觉到催促 掐住手掌心憋得脖子通红 愤恨地说 我不会放过你 随便你女生走的头也不回 希尔夫人等两人离开 愤怒地推翻了面前的消防器材 愤怒充斥着充血的双眸 刹那间哭出来 我的琳娜 她太过分了 好了好了 艾琳森搂过她肩膀 低声安慰 艾丽诺在后面看了一出好戏 兴致勃勃歪过头 拉了下要走的男人的衣袖 唉 问你个问题 松手目的脸色贼难看 被她视若无睹 继续兴致盎然地问 你说乔念有害死我姐的动机 你查到了什么 目的眼神立马变得尖锐 上下打量她 透露出怀疑 第5529章 要鉴定死者身份 艾丽诺审然松开手指 从她衣袖上拿开手 撇了下嘴角 拉长尾印 别这样看我 我只是随便打听一下 你不愿意说 就算了目的脸色很差 跟你无关OK艾丽诺举起手 做了个投降的手势 敷衍胡伦她 你失恋你老大目的表情 扭曲了一秒钟 深吸口气 深深地看她 用语重心长的口屁 压低声量 她是你亲姐姐 她去世 我不指望 你跟你父母一样伤心 起码不应该 跟现在一样 绿发少女 连起刚才的亲慢 排谋跟她目光接触 没了之前的嬉笑容忍 多了似嘲讽 你忘了那天 我跟你说过的话 闲得慌就去找事做 别来教我做人 我还不需要你来 教目的甩手走人 艾丽诺当没看见 从身上掏出手机 翻出黑网的邮箱 给自己一直关注的邮箱里 发去了一封邮件 就抬眼瞥见 还依偎在一起的 希尔夫人和艾丽森 耐着性子等了几分钟 等到艾丽诺的电话打进来 她才走到边上去接电话 嗯 着火了 我们没见到尸体 但是目的来了 她说确定就是我姐的尸体 人确实死了 现在消防在灭火 等火灭了以后 我打算让他们找出海谷 和我爸妈做DNA鉴定问 您放心 我会确定死者身份 有结果第一时间 跟您说艾丽诺三言两句 打发掉自己小姑 又翻出邮箱看了眼 看到多出来的红点 扬了扬眉 点开 就见到自己方才 发出去的邮件 有了回应 知道了 就三个字 没了 艾丽诺将邮件翻来翻去 看了几遍 才确定人家 就回了自己三个字 只好将手机 默默揣回兜里 正好这个时候 火灭了 消防灰头土脸出来 你们谁是家属 艾丽诺 抢在希尔夫人之前 走过去 直接了当 跟涅皮的人提出来 我们要做鉴定 麻烦尽快给我们安排啊 涅皮的人 还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 往希尔夫人方向望去 主要艾丽诺太年轻了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长辈说话 而不是她来做主 希尔夫人果然脸色不好看 艾丽森同样为她 如此冷漠的态度 感到不悦之极 两人齐刷刷看向艾丽诺 艾丽诺顶着他们 谴责又不悦的视线 平淡地说 姑姑刚来电话 让我们尽快确认 死者身份 希尔夫人掐着掌心 眼神快喷火了 艾丽森却在听到 是艾丽诺的要求后 愣了愣 旋即收拾好情绪的 跟她说 我知道了 然后转头去说服妻子去了 艾丽诺回头跟消防说 带我去看看起火点 她走了 还能听见后面 传来希尔夫人 歇斯底里的咒骂 他们姑子 根本不在乎我女儿的死 只想赶紧收拾完烂摊子了事 还有她 你看看她 她像死了姐姐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死的是她的仇人 为什么 为什么死的不是她 而是我的琳娜 后面的艾丽诺 走远听不清楚了 也不想再听下去 她大不留心离开 当不认识后面的两人 第5530章 念姐没有走 外面 乔念没着急走 坐在车上等里面的人出来 她手机发出嗡鸣声 继琳见她从中控凹槽 拿起手机漫步精心解锁 有个什么新消息进来 乔念看了那条消息 又回了对方 谁的消息 叶望川也看到了 乔念回完 将手机重新丢回中控凹槽 靠在椅背上 没给自己系安全带 懒洋洋回答 埃利诺她说帮我试探了穆迪的态度 穆迪一口咬定 我有作案动机 她问我被穆迪抓住什么把柄了 你怎么说 我 乔念过了半秒 意识到她在问自己 扎舌哑然失笑 挺躁得眼尾飞扬 又嚣张又劲 我说知道了 季灵多嘴插了一句 乔小姐 您知道 乔念瞬间无语 好在耐着性子 我敷衍她的 我不知道 但她也不知道 所以没必要再讨论 再说 我不是在这里蹲了吗 她毫不掩饰自己目的 我也想看看她 到底为什么笃定 是我前的三人说话间 目的率先从警察局出来 乔念抬手给自己 系上安全带 就跟季灵说 我们跟上去 小心点 别跟泰龙被她发现了 好 季灵跟着肃穆起来 双手紧握方向盘 背后肌肉紧张得 随时可以迸发力量 十分紧绷神经 目的没注意到 他们停在树荫下面的车子 大不留心 走向开过来的劳斯莱斯 在乔念他们的注意下 劳斯劳斯挺稳了 司机从车上下来 小跑到后排去开门 又用手给男人做遮挡 训练有素的谦卑姿态 目的弯腰窜进了车里 司机又在外面关上车门 这才重新小跑到前面驾驶位 紧接着司机也上了车 劳斯莱斯发动 窜出尾气 季灵在他们快要开过转弯的时候 才发动车子跟上去 十分有经验 跟前面的劳斯莱斯 保持了三个车的身位 这样前面开车的司机 既不容易注意到他们 他们又不至于跟丢了人 就这样跟了一路 在前面的劳斯莱斯 踩着绿灯最后的几秒钟时间 先过路口 季灵不得不停在红灯前面等待 他们先过去了 恩乔念靠在椅背上 没能松散 魂不在意地应了一声 前面是个短路口 跟不丢季灵 看了看地图导航 又看了看红绿灯时间 握紧方向盘 十分轻松 恩 下个路口应该追得上他们 乔念安慰道 这样挺好 我们跟得太紧了 也容易被察觉 他们跟了目的整整一路 接近20分钟车程 但凡是司机稍微留心一下 就会注意到 跟在后面的黑色吉普车 季灵跟踪的技术再好 也架不住这样一直跟下去 所以乔念觉得 他们在红绿灯口等一会儿挺好的 降低降低对方的警惕心 而且他们等在路口 也可以看见前面的劳斯莱斯 季灵刚看地图 前面也是红灯 劳斯莱斯司机 为了将车开得平稳 故意放慢了车速 一切都很正常 只要等他们这边的红灯过去 他们就可以继续跟踪 第5531章 就在他们眼前出了幺蛾子 乔念看了眼头顶的红绿灯 红灯已经在堵秒 5432 季灵开始松开脚下刹车 神态轻松地准备跟上去 意外就在这事发生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一辆急事的大车 从对面横冲直闯过来 大车先是撞飞了 马路中间的绿化栏杆 紧接着以近乎故意的方向 转了个弯 车尾狠狠地砸向 正常行驶中的劳斯莱斯 第一 劳斯莱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被撞得前面挡风玻璃破碎 车身凹陷进去 猛地滑向旁边 又连续撞上三辆 来不及反应的行驶中的车子 之后被撞冲出去的 劳斯莱斯总算停了下来 在激烈的鸣笛声中 车身冒出浓浓的烟尘 那是爆炸前的征兆 天哪 继灵猛踩住油门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不敢相信 短短几秒钟时间内 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故 目的还在车上 继灵迟钝的神经 被刺激地猛跳一下 还没清醒过来 就听身旁咔哒一声 乔念已经解开安全带 推门下车 我去看看 继灵报警 然后叫救护车 叶望川跟着下车 下去之前不忘冷静地吩咐 安排后续 继灵也从最初震惊中 回过神来 忙不迭找手机打电话 喂 你好 我在XXX路 这里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有伤员 麻烦尽快过来 他又打电话给交警 又重复了一遍 喂 你好 我在 继灵打完两通电话 跟着解开身上的安全带 停好车 汽车下去追桥念 和叶望川他们了 因为前面发生了连环车祸 周围乱坐一团 交通闭塞 堵得后面的车辆 全部不能走了 再加上劳斯莱斯 还在持续冒烟 挨得近的人 顾不上自己的车辆 纷纷下车 躲得远远的 唯恐漏油的劳斯莱斯 在发生爆炸 所以以劳斯莱斯为中心 周围300米内没有人 300米外围着里三层 外三层的人群 乔念就在这时拨开聚集的人群 冷静开口 让一让人群看热闹的居多 还有人比较冷静地选择报警 叫救护车和火警过来 几乎没人想要去前面 所以很快就给他们 让出足够通过的一条小路 乔念穿过人群 禁止朝劳斯莱斯走去 叶望川始终跟他在一起 哎 那两人怎么回事 他们过去干什么 万一爆炸了 不知道 我总不可能过去劝他们回来 他们谁压寄灵追上 就听到人群议论纷纷的声音 顾不上许多 加快步子跟上去 还不忘喊前面的人等等他 乔小姐 望也乔念 彭扶没听见寄灵在后面喊 飞快走到发生车祸的现场 先看了看 撞过来的大车驾驶室的情况 大车车头凹陷 车身扭曲 乡门还在漏油 刺鼻的汽油味道弥漫街区 再加上这里停着不少没熄火的车子 的确很容易发生爆炸 叶望川沉着冷静 拉开车门检查 回头深谋瓶颈告诉他 司机死了第5532章 救护车被他们想象中来得快 恩乔念谋色往下一沉 没说什么 叶望川简单探手 检查了下司机的颈动脉 又收回手 继续到 从外表看起来 他就是因为车祸死了的 具体有没有喝酒服药 只有等法医采集了血液样本做检查 才能有结果 如果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事故 我是背后涉局的人 我会找一个穷途末路的人 跟他达成交易 让他心甘情愿去死 或者 找一个自己培养出来的死士 帮我完成这一局 我去看看目的乔念 走向另一边 去看劳斯莱斯里面的情况 劳斯莱斯正面撞上大车 大车车身被撞得凹陷下去 司机还死了 可见当时的冲撞力量有多大 乔念俯身看去 就看到坐在前面全身鲜血的司机 司机怒目原睁 眼睛里还残留着惊讶和恐惧 鲜血淋漓的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血流了一地 乔念光看到他涣散的瞳孔 就判断出来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司机死了 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面走 那么大的冲击力下 后排也没好到哪儿去 但是目的的司机十分忠心 在遭遇车祸时 用尽全身力气打转了反向盘 使得后排目的坐的位置 稍微偏出大车撞击的范围 所以乔念透过沾血的玻璃窗看过去 看见后排的人还在动 十分费力想打开车门出去 他紧促的眉头稍松 还没等他叫人 他还没死 警笛声划破街区 乔念直起身 转身回头一看 交警火警和救护车 竟然都到达了现场 他眯起眼睛 有一瞬间表情难以言喻 继琳也在纳闷 什么时候任国救护车来得这么快了 国外和国内不一样 国内有硬性指标要求 五分钟内出警 十五分钟内到达 国外注重人文 在这方面没有要求 经常会导致普通人遇到问题报个警 等几个小时警察还没来 救护车也一样 继琳常年待在这边处理生意 在看到火警交警和救护车 三方同时到达的时候 脸上男眼惊讶错愕 奇怪了 他是打过报警电话 但这个来得太快了 他眉身揪细想 就问女生 乔小姐 我们还把人先弄出来吗 女生紧抿唇叫 黑眸俱黑看不清情绪 转眼双手插进兜里 恢复了吊耳浪荡的轻慢 转身往他们车子的方向走 不乐继琳站在原地有些无措 求助是望向落后一步的男人 望爷 我感觉乔小姐是想过来救人才来的 为什么突然又走了夜望穿身形高大俊逸 文言若有所思 望向已经停好车 匆匆赶来的医护人员和活警等 但声道 因为他发现已经没用了 季灵 不懂 什么意思 他不是想救人 而是不想背锅夜望穿梅跟他解释 跟乔念一样重新穿出人群 给季灵留下的背影 季灵参不透他留下的哑迷 回头再看一眼 已经有人协作开始撬开劳斯劳斯车门救人 他前翠离开了现场 第5533章 穆晴天知道了 第六周 港城不眠夜 穆晴天自从得知穆迪在外面出了车祸 就一直没睡 等待消息的同时 也在着手调查发生车祸的原因 查到的消息源源不断递进去 赵氏司机男 36岁 孤儿 家里没有亲人 有个养母在两年前去世 后续就一直一个人生活 为人孤僻 独来独往 很少跟邻居接触 邻居们不是很了解他 只记得他早出晚归的跑车找生活 进出门习惯戴着厚帽子 胡子拉茶长相普通 车祸发生后当场死亡 法医抽取了他的血液检查 没有查出酒精成分 也没有药物成分 出事那辆车是挂靠在 考拉运输名下的一辆商用拉货车 那家公司的法人 施叶姆国人 从父亲那辈开始经商 已经做运输业几十年了 底细清白 没有查到跟任何人有瓜葛 少爷车祸发生当天 有事警察局内突发火灾 烧毁了存放在法医处的爱琳娜小姐的尸体 少爷赶到警察局没多久 瞧 乔念和施老家那位也到了警察局 据说双方发生了言语上的争执 不过少爷没有参与 仅仅是跟乔念简单交谈了两句 就不欢而散 他们说什么了 沐晴天眼球周围不满没休息好的血丝 神情平静中裹挟着窒息的狠力 沐家的暗卫书肃穆低下头 继续机械汇报 将沐迪和乔念在警察局的对话 一比一还原了一遍 暗卫不是话剧演员 没表演天赋的他 纯粹只是鹦鹉学舌 复述乔念的话时 没有丝毫个人情绪掺杂其中 就导致听起来格外的诡异 沐晴天面无表情听完 微拢止骨 面部肌肉抽搐 转动眼球目光落在暗卫身上 他怀疑目的做的 乔念先离开警察局 但是道路监控显示他没回酒店 而是在外面车上等少爷出来 后面他一直跟着少爷的车 直到少爷发生车祸 他第一时间下车去查看了少爷是否活着 暗卫就是论事的 沐晴天快速撵动指腹 这是他思考的时候会出现的动作 似乎这样子能让他更冷静去分析 暗卫就老老实实站在那里 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没有主人的命令就不会累 不会困也不会说话 沐晴天过了一会儿才想起 还有人处在这里 眉间树纹身又重 抬抬手 示意暗卫出去 暗卫听从命令离开 过了大概五分钟 他夺不回到客厅 对着空荡荡的空气说 你也认为是乔念做的 旁边的小房间里走出来一位老管家式的人 弯腰拱背 声线平缓又冷静地回答 从目前的证据看起来的确是这样 哼目晴天冷哼 不屑道 目前的证据 你不觉得这些证据来得太巧合了 好像就等着目的出事 好争先恐后地摆在我面前 催促我赶紧去收拾罪魁祸首 如果我没这么快查到这些 一环扣一环的证据 也许真会认为是乔念做的 但现在我反而相信 他也许跟目的的车祸无关 第5534章 这就是针对念姐做的一个局 那您要放过他吗 老管家从上一辈的赛龙家族组长开始 就跟在目晴天身边 算算岁月 已经快50年 十分清楚目晴天多疑又残酷的性格 目晴天文言果然了起嘴角 露出个冷智的表情 就算不是他找人撞的我儿子 幕后涉局的人这么做 也是想陷害他 说到底 如果不是他 目的就不用遭受无望之灾 言下之意 哪怕他心里清楚 乔念跟目的的车祸无关 他也不会放过乔念 这就是目晴天的霸道之处 他习惯于强权 站在高处俯瞰他人 轻易地决定他人命运 老管家迅速抬眼 朝他方向去见 又在目晴天感觉到 之前收回视线 没有开口提醒他 如果针对乔念等遇上了幕后推手的道 你找人继续挖 一定要查出幕后推动这件事的人 我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搞鬼 目晴天自负身份 在他看来自己的独子险些死于车祸 不管是乔念还是幕后之人都要付出代价 都得给他儿子赔罪 至于他 目晴天很不喜欢乔念 以前他能容忍乔念不出手 是因为知道乔念和叶望川的关系 等着看对手的笑话 偏偏那只老狐狸比他沉得住气 再加上目的这次在M国出世 险些丧命 目晴天终于坐不住了 眼波翻起滔天巨浪 转身拿起身边上的青花瓷 松开五指 眼看见失去依仗的青花瓷 快速下坠 掉在地上 摔得粉身碎骨 他脸上一闪而过明快的情绪 残忍勾起嘴角道 不是有人塞给目的过纸条 目的还找人调查了 众一流的行踪 您的意思 老管家试探道 目晴天好整以侠胆胆依领 又恢复儒雅温和的表象 给众一流找点事情做 让他没时间留在M国 好的目家的管家从不多问 悄无声息又缩回侧卧 从密岛离开了 二十分钟后 从密岛离开的老管家 出现在了远离庄园的一处幽静小路上 这里的监控早就坏掉了 漆黑的小路几乎没人经过 但这会儿小路边上停着一辆 假翘虫黑色轿车 轿车线条流畅 融入夜色中 不注意看很难发现轿车存在 老管家却禁止奔向轿车 像早就知道这里有人在等他过去 小姐问女人低沉声线 轻慢问道 目晴天什么反应 老管家没有任何停顿 将之前在庄园里 跟目晴天的对话讲了一遍 垂眼说 他跟您最开始预计的一样 就算知道里面是陷阱 还是将目的车祸 算在了乔念头上 要找乔念不痛快 他是这样的人 女人在车里停顿了几秒 才继续说道 你就按照他说的去做 省得他怀疑你 老管家这才应声 是 我明白了 女人又想起什么轻笑道 他让你掉开众一流 你再做得绝一点 刺激刺激乔念 目晴天是个狂妄自大的蠢货 乔念可不是 我看他挺聪明的 好像察觉到我了 到现在还沉得住气 第5535章 还有连环死局等着乔念 我要看他们预榜相争 两败俱伤 只有一方上头 另一方无动于衷 可不行 老管家能跟在目晴天身边几十年 无论能力还是脑子 都是一流水平 马上就理解到他的想法 我会让乔念恰好知道 是目晴天做的 你办事 我放心 女人四平八稳说完 就说 这里不宜久留 你早点回去 不要让人发现了 老管家临走之前 才敢透过车窗玻璃 看向里面坐着的女人 单面房偷窥玻璃 将里面遮挡得严严实实 在夜色中 他只能看见女人交好轮廓 老管家贪婪看了一眼 就马不停蹄 离开了这条小路 等他回去 还会谨慎地删掉 这附近这一段时间的 所有监控视频 等人走远了 轿车里的女人 才轻轻敲着纸截 去了眼前面开车的方向 但他看不见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也看不见他 中间的隔板 为他挡开所有窥视的视线 算算时间 他快毒发了吧 是紧接着 是影子沉闷的疑问 您要管吗 吃 我当然要管 那 以中一流的能力 应该给他做出了 短期压制毒药的特效药 沐青天这个时候 弄走中一流 对乔念的刺激还不够 您的意思是 影子迟疑 语人优雅如迷地说 我们不是查清楚了 艾琳娜当初偷走的试验品 我记得那种清洗力 使致病菌能突破宿主皮肤 粘膜生理屏障 进入肌体并在体内定制 繁殖和扩散 与一般细菌毒素不同 这种毒素是一种小分子脂肪酸 可抑制限力体膜的通透性 造成肝 脑 肾 心脏 等实质脏器的损伤 是 第六周 一直在暗中研究细菌之外的微生物毒素 这些实验远超人类允许范围 影子以前跟在聂庆如身边 也很少接触这些方面 直到半年前到了他身边 才开始慢慢看到 藏在深海之下的 连影师家族都不曾接触到的黑暗面 这些毒素也是第六周的研究之一 他们甚至有完整的计划 要利用这些东西对全人类动手 不过这些跟他没有关系 他不在乎世界今天毁灭 还是明天毁灭 也不在乎每天外面要死多少人 他如今还活着只是为了复仇 谁帮他复仇 他就为谁做事 想办法重新激活他体内休眠的毒素 然后放出泄药的最后一味药材的消息 我要瞧念亲子来拿 好 还有 等确定他要去找药 就找沐晴天的管家 让管家给沐晴天透露消息 顺带 为了防止沐晴天不动手 你找人松一松木笛的呼吸机 别弄死就行 弄个病危 确保沐晴天上钩是影子 就算在行尸走肉 在对外界的所有人和事无动于衷 在听到女人的话时 依旧无法控制的心脏重重跳动 这就是个疯子 他甚至不能称之为人 我会去办 好好帮我做事 你也想看到沐晴天痛苦不是吗 语人轻撩淡血拿捏住他 第5536章 果然是条好狗 语人半威胁半警告 你看到了 只有我才能让沐晴天的儿子出车祸 也只有我才能替你报仇 你只需要当好一条狗 就能给你的前主人报仇 影子忍受他的羞辱 屈辱抓住方向盘 用力握紧手背 轻筋突起 是 主人则 果然是只好狗叫车 从夜色中来 乘着夜色悄然离开 一日 乔念大清早出门 到了目的地 换上一套浅蓝色工装 压低头上的工作帽 刷卡进入了郊区一个配件厂 厂房占地面积很大 里面摆放着各种大型的加工工具 很多机器正在如火如荼的工作 工人们来往行走 将加工出来的机械往外面运送 乔念不着痕迹地戴上大白手套 观察四周的不寻常之处 目之所及就是一般的工厂 暂时没看见可疑的点 但乔念没放弃 他通过上次黑入研究所 拿到的数据表示 那家航空研究所 一次第六周的人 每隔一段时间会出入郊区 这家航空飞行器零部建加工厂 他们往往会在这里停留半天 甚至一整天待在里面不出去 如果这里就跟他眼下看见的一样 只是普通的加工厂 那些人没理由停留这么长的时间 就在乔念压低工作帽往前走 一只手从后面攀上他肩膀 紧接着身后传来男人疑惑声音 哎 乔念停下来脚步 但是没回头 叫住他的是个中年管理人员 上下打量起他身高 只觉得有点奇怪 开口问道 你是我们工厂的 那条生产线的 给我看看你的牌子 回主管 我是一类组的人 前不久刚进来上班 乔念回头低着头 取下磁牌递过去 中年管理人员看了眼磁牌 上映的照片和人名 所处分组 工作编号 减少了点对他的怀疑 但还是开口道 你把头抬起来 我看看女生顿了半秒 缓缓抬起头 深绿色的眼眸 和象征健康的小麦色皮肤 跟照片上面一模一样 主管又用红外扫描 和对了磁卡的真实性 才将磁卡还回去 满脸严肃地说 既然来上班 就好好在自己岗位上 不要到处走来走去 影响别人正常工作室 女生勾搂着头 微微缩缩 似乎很是胆小怕事 单薄的身材 更降低了他人的警惕心 主管总算不管他了 交代了两句 就去别的地方巡查去了 乔念从他走后 通过之前做的功课 很轻易找到一类组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开始摆弄起 通过流动带 传递到自己面前的零部件 他旁边的人 头一次见到他 露出亚异的表情 压低声音问 新来的 嗯 今天第一天上班 以后请多照顾 乔念丝毫不慌 淡定得好像 他就是新来的工人 他旁边的人 刚看见他在不远处 和主管交谈 期间还给了此卡 真信了 他是新来的同事 贴心给他介绍 嗨 谈不上照顾 我们这里活不多 你就每天准时上班下班 不要乱跑就行 第5537章 念解混进去了 不要乱跑 嗯旁边的女人 典型西伯利亚人 个头高挑鹦鹉 比男人还洒爽几分 性格也耿直爽快 我们这里最大的禁忌 就是不能乱走 特别是不能去内燃机车间 据说是为了保密 嗯 我也不懂 估计涉及保密技术吧 他看着乔年热心的指点 总之你记住上班期间 不要乱跑乱看乱打听就行 之前犯了这些禁忌的人 都被开除了 他们除了在这方面严厉外 其他时间不管我们 也没有卡工作量 这个工作整体来说 还是很舒服的 嗯 谢谢乔年若有所思 半合眼洁 在心里迅速整合 他透露出的信息 一个工厂不在乎工人的工作效率 却严格管控工人的活动范围 不允许工人在工厂内走动 这就很奇怪了 乔年视线瞟过旁边 机翼室内推气的基本部件之一 机翼的作用是支撑机身 提供生力 使航空飞行器获得飞行能力 机翼通常由多个复杂的结构构成 包括液圆 液类 液粮 燃油箱等 机翼的形状和大小 根据不同的飞行需求而有所不同 旁边还有一圆 液粮组 燃油箱不在这里 很有可能在西伯利亚女人 说起的内燃机车间 那里面很有可能 并不是在研究所谓的航空飞行器 而是褪色者的实验室之一 乔念趁着中途去WUU的机会 尝试着往里面走 才走到三分之一处 就被人发现并且拦了下来 他只得掉头离开 好在他运气还算不错 在他走开之前 正好有人要进去 他看见了那人在进入之前 先是刷了磁卡 又扫了指纹 然后通过红外探测仪 进行了全身核对检查 才穿过三道钛合金制作厚重的门 进入到里面 因为第三道门开启瞬间 第一道门已经开始关门 他无法看清楚 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但乔念几乎可以断定 自己没找错地方 这里绝对跟褪色者有关 他乱走的行为 引起了放哨的人的注意 接下来乔念回到位子上 再也没找到可以接近的机会 他很沉得住气地 在监视下干了一上午加下午 直到打卡下班离开工厂 他再也没离开过工位 工厂外 西伯利亚女人 怀疑为他真是新来的同事 拍了下乔念的肩膀 热情地问 怎么样 还习惯吧 还行 乔念没少在实验室 自己动手做小玩意儿 今天只是重复 做点一类的小步骤而已 并不疲惫 西伯利亚女人冲他竖起拇指 压了压嘴角 分外吃惊 又佩服的样子笑道 我看你个子小小 还怕你吃不消尽度 没想到你小小身体里 能量不小好几个 小 乔念嘴角抽了一下 面对对方接近190的身高 也没法反驳他说的小个子 就双手插进兜里 随口问了一声 你 有人说过你挺酷吗 西伯利亚女人又突然到 乔念挑了挑眉 还没回她 就见一个骑着重装摩托的人 过来了 将头盔丢到女人面前 然后单腿撑住机车 好奇看向乔念 这谁呀 第5538章 应该就是第六周的实验室之一 西伯利亚女人单手接住头盔 笑呵呵跟来人道 我们祖姓来的同事 大家一起下班出来就多聊两句哦 走了来人不在意的收回视线 催促他 我肚子饿死了 先回家弄饭吧 西伯利亚女人跨上机车前 不忘问女生 你 有人来接吗 这里不好打车 有乔念还是懒懒散散的语调 挺独来独往的感觉 西伯利亚女人看她不像逞能的人 就戴上头盔 拍拍前面的同伴 我们走吧 她同伴拧动手把 重型机车机车发动机轰鸣 转眼间扬长而去 乔念顺着飘过来的风声 还听见他们的交谈声 她看起来不像这里的人 有点像外周人 又生了一双绿眼睛 真奇怪 我看她挺酷的 我很喜欢等他们消失不见 乔念踩得身一脚浅一脚 往远处的马路转角走去 果然有一辆不起眼的奔腾 停在马路边上 半敞开的车窗外面 搭着一只手 吹在半空中的手肘修长 流畅线条滑到手指尖 隐隐度上层光 让人无端好奇 起手的主人外貌好奇起来 乔念确定 背后没有跟踪的小尾巴 才走过去 拉开车门滑坐上去 立马闷声低谋道 先离开这里 恩不需要她多解释 男人升上车窗 双手搭回方向盘上 踩着油门 轿车缓缓从路边滑行离开 等开出郊区 进入到市区范围内 遇到前面等红绿灯 她才侧目看向 身旁滑窝在副驾的女生 怎么样 不顺利 乔念昨天就跟她说过 今天要混进工厂的事情 还托她帮忙弄到了磁卡 磁卡是真的 但是她的身份 上面的照片和信息都是假的 这部分好办 乔念入侵了工厂的管理系统后台 给自己加上了信息 所以主管才查不出来 因为后台真有她这么一位 员工的信息 至于绿色的眼睛 女生窝在副驾休息了十多分钟 稍微缓过近来 就感觉到眼睛上面的不舒服 十分随意拉开中控 想要找个镜子取下美瞳 但找了一下没摸到 乔念又坐直回去 烦躁放弃了寻找 说话口气里 带上了点没找到镜子的躁域 没 挺顺利的 她把今天混进工厂调查看到的 不正常的地方 给她讲了一遍 末了去向男人 打开车窗透气 顺带把手肘搭在上面 一座普通的航空飞行器加工厂 需要那么严密的防护措施 只怕航天研究所里的实验室 也没有他们那么大的阵仗 又是磁卡识别 又是指纹加红膜技术 最后那一层 甚至还有红外线扫描 全身的验证系统 聂清儒的金库 也没有这么严 乔念面无表情说 眼底情绪会沉 半晌又转头看向他 不出意外 这里有我要找的东西 现在问题是 我要怎么不惊动 他们的前提下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不能让第六周警局发现 他在调查褪色者 不然程大师 风玉 所有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都会受到牵连 但他们又需要 更全面的关于褪色者数据 才能根据褪色者 来研究出反制的武器 第5539章 望爷 那就报警 夜望川瞥见红灯便绿灯 单手开车 另外一只手 轻轻覆盖在他手背上 无声的安抚 不着急 慢慢想叫车 碾压过地上的香蟑螺落叶 开往了米歇尔住院的医院 今天是米歇尔出院的日子 出于人道主意 乔念打算来看看他 顺带看看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车咕噜开进医院停车场 乔念和夜望川下车 乔念到地方之前打过电话 米歇尔在海证综合大楼 由众议流帮忙做检查 主要查一查 体内余毒清前进 没有两人进大楼直奔检 查区域 谁知道还没走到地方 就看见检查区外面围了不少人 听见里面嘈杂的喧闹声 就是他 我父亲就是吃了你们的药死了 你们必须赔偿 还有我女儿 我女儿才八岁 我早上看见他 嘴唇乌青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说他心脏衰竭 他之前一直好好的 自从开始吃你们的药 就大病小病不断 你们敢说药没问题吗 药 闹事 乔念眼磨微尘 拨开人群 让一让 麻烦让让穿过外面围观的人群 他很快看见里面的状况 只见众议流被一个愤怒的中年男人 死死拽住领口 米歇尔在中间拼命劝阻男人发疯的行径 在他们旁边还有个跪地哭泣的女人 口口声声说自己女儿 进了医院的那人应该就是他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男女 有老有少 嘴里纳纳地说着台词 无非是他们全是吃了众议流研发的药物受害者的家属 哼 乔念看见这一幕气笑了 萨布流星走过去 一把从后背拽开闹是男人的T恤 把人往后一嚷 谁 男人满脸落腮胡子 个头不低 全身肌肉球露 身体漠然被嚷开 站稳后怒声震天 我乔念挡在众议流前面 侧过身 单手插兜 从工厂出来没戴鸭舌帽露出那张过分年轻的脸庞 蕴藏着瑞丽黑眸轻零零望过去 光气势上就压人三分 男人没想到嚷开自己的人如此年轻 还是个女人 当即即是白脸 粗着脖子 握拳就要挥过去 找死 他拳头还没打出去 就被人从后面置顾住拳头 男人彻底怒了 一边回头一边嚷骂 又他妈是谁啊 结果回头就撞见 还是黑头发黑眼睛的人 只是这次从女人换成了一个男人 钳制住他 你们 男人愤怒不以叫嚣着 你赶紧给我放手 否则我连你也打 夜望穿风轻云淡的 请拿住他手腕 看都没看他一眼 事先越过他落在众议流身上 众老 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清楚众议流上了年纪 也不会拳脚功夫 他今天过来是为米歇尔做检查 两人前脚从血液检查课出来 就碰到这帮子人 一上来就对着他又钻又闹 他到现在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就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夜望穿当机立断 换来现场几个人集体猛逼 第5540章 这是跟念节有关 乔念锦跟着他的话 米歇尔 盯住这几个人 别让人跑了 好米歇尔从焦头烂额中快速冷静 开始掏出手机对着闹事的几个人的脸拍照 一边嘴上恐吓 我把你们全部拍下来了 你们别想跑 跑也跑不掉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 场面发生了反转 那几个闹事的人被他对脸拍照过后 一个个心虚老舌不少 就在夜望穿拿出手机准备报警之前 医院的人总算匆匆过来了 因为众医流认识院长 在院长的劝说下同意了先不报 警衣行人被院长牵头 叫到了调解室 医院调解室很宽敞 里面桌椅齐全 更像会议室 不过那些被带进来的闹事的人 一进来 就又就太萌发 要纠缠众医流要说法 我父亲 男人刚一开口 只听身后桌上传来 庞当众物落桌上的响动 他回过头 就见到刚刚一把将他拉开的女人 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桌上 旁边还放着短薄手枪 漆黑冰冷的枪管 仿若无声威胁 足以令调解室再次鸦雀无声 他自己彷彿不知道 撩起眼皮冷淡的眼眸 扫过四周 慢吞吞地开口 不是要调解吗 还不开始 院长被他眼神扫过 直冒冷汗 站出来充当中间人 先问了以胡子男为首的闹事的几人 为什么来医院闹事 又为什么找仲一流 紧接着又把人拉到旁边 问了仲一流几句 两人重新回到房间 仲一流明显有了心事 脸上表情微沉 神色又严肃又沉默 乔念看出来他受到了冲击 找过去压低声音问 怎么了 众一流抬起头看他 眼神纠结又欲言又止地摇头 没事他一连串的反应不像没事 反而像真有这回事 乔念也从来不是吃爆喜 不报忧这套的人 说吧 到底什么事 我们的关系 您老没必要瞒着我 乔念洋洋下巴 又望向夜望穿的方向 三个臭皮酱顶个诸葛亮 臭皮酱 耶 刚打完电话进来 就被点名了 有些无奈地对上他的眼神 又宠溺地认栽 走过去跟仲一流说 乔念不是您想的那种人 您可以直接跟他说 女生文言挑了挑眉梢 头去的眼神 彷復在说 你知道怎么回事 夜望穿避开他询问的眼神 垂首等待仲一流的决定 仲一流纠结了一番后 最终下定决心 抬眼肃目地望向他道 一年前你的亲人找过我 乔念好像听懂了 又好像一个字都没听懂 我的亲人 他以为又是沈静年之类的人 谋色微了 谁 仲一流愁躇 陈谋开口道 你的叔叔乔念 彷復被撬了一击闷滚 又听到仲一流考虑之后 肯定地回答 你们戏国教 二叔江宗南 乔念脑海中浮现出名字 还有名字代表的那人 抿了抿唇 喉咙变得潜和沙哑 他找您干什么 仲一流观察他的表情 时宜着慢慢说 他妻子有个侦 想进药剂协会 他找我帮忙 第5541章 连累了药剂协会 乔念多聪明的人 几乎瞬间将所有的事情串联起来 得到了一个事情的真相 这个事情跟他有关系 恩这次仲一流 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他虽然从医科大学毕业 但临床药学经验不足 我就让他跟着其中一个成员学习 正好他跟的那个成员 皮埃尔是心脏专家 正好参与了一项 扩血管类药物的研发工作 皮埃尔 考虑到他是我特招进来的人 皮埃尔 就带上他一起嫁 入了这个项目 然后他干什么了 乔念想知道 众一流沉默了几秒钟过后 慕色沉沉开口道 他还年轻又不是正式的成员 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受到其他专家的重视 但是皮埃尔很相信他 将自己的部分实验 交给他再做 其中有一些实验并没有成功 但他隐瞒了这一事实 告诉皮埃尔成功了 这就导致研究出来的药物 本身就存在问题 偏偏那批药物 做药剂实验的时候 没检查出问题 直到投入全球使用 用在人体上面 才逐渐发现了有问题 一开始病人出现问题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怀疑 药剂协会是提供的药物有问题 而是怀疑病人有其他毛病 当然也有医生 网药物的方面怀疑过 但药剂协会 在医学界名声太高了 那些怀疑的声音 被权威专家们压制了下去 怀疑的年轻医生们 没有话语权去发声 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 继续服用药物出事 直到昨天晚上 才压不下去事情 大家开始正视 药剂协会提供的 心脏病药物的问题 众一流这段时间 为了夜网穿中毒的事情 离开了药剂协会 离开之前 还专门叮嘱学生 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不要找他 所以他是刚刚 从院长口中 得知这个事情 又火急火燎 给药剂协会打过电话 才确定事情是真的 要有问题 他们药剂协会 该承担责任 而且人是他特许 进了药剂协会 他这个会长难辞其咎 现在还有病患家属 在药剂协会要说法 协会里也很乱 众一流眉眼间 带着抱歉 就是没有对乔念的责怪 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我得回去一趟 不然光靠他们 处理不了乱局 他抬抬眼 又望向夜网穿 拍拍男人肩膀 轻声道 我回去会找时间 继续研究解药 你不用担心 您老现在该担心我吗 夜网穿 身同看过去 十分自然地开口 需要我帮忙开口 众一流汗手 接受他的心意 暂时还不需要 需要我会跟你说 众一流说完 看向重新回去 跟几个病患家属沟通的院长 撑住太阳穴 揉拧了一会儿 才头痛地说 我会尽快照 回那批有问题的药 然后尽快商量出 补救办法之余 已经造成了伤害 药剂协会 该赔偿赔偿 也就是说 他们以为自己 站在正义的一方 结果这次 真的是他们做错了事情 虽然这个错误 不是他们的本意 但错了就是错了 错了就要承担责任 每个人都一样 第5542章 念姐不会束手待毙 米歇尔临时 作为众一流的律师 留下来跟病人家属谈赔偿 以及后续示意 院长和众一流单独出去了 转眼间就只剩下乔念和叶望川 好像没事一样 女生看不清眼睛 只露出一截灰败颓丧的眼尾 睫毛很长 头下一片阴影 瘦削的肩膀有点塌 但气质却依旧清冷周正 上身黑色T恤 她一手推开门 往日白皙漂亮的手 现在布满血管 骨杆又瘦削 我出去透透气 夜往川见她推门出去 不放心她一个人 也跟了出去 走到走廊 就见乔念靠在栏杆处 掏出手机正在打电话 口气里是压抑的火气 哪怕极力克制也压不住 所以你以我的名义 找了众王 她很少有这样 情绪外露的时刻 你没有说我的名字 只说你让她帮忙 雨声扬起的脖梗处 喉咙锋利 不留丝毫情面反问道 你哪来的情面 能让她帮你塞人进去 就凭你们一起吃过几次饭 你心里很清楚吧 只要你找她 哪怕你不说我 她也会看在我的面子上 答应你 所以你用了我的人情 还没告诉我一声 还有 夜望川是怎么知道的 她近乎冷吃 叫听对面的解释 垂眼压下冷锐锋芒 事情发生以后 你得到消息 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 而是害怕 我不肯帮你妻子的忙 所以你又背着我 给她打电话 对吗 她实在太聪明 聪明到不需要别人 一字一句勾勒出真相 就能串联出事实真相 对面的男人挫败道歉 对不起 念念 我没想到事情 会发展成这样子 我 乔念无可挑剔的五官 向呼啸的冷风 割裂出来的立体 无比冷静地说 回头转告唐宛如 唐阳害死人了 就她做的那些事情 够她枪毙了 而我不会保她 还会把这件事情 一五一十告诉爷爷 让老爷子做决定 念念 将宗男声音里充满痛苦 还想挽回局面 乔念冷冷打断她 别叫我 你既然瞒着家里 所有人做了 就做了选择 你选择你的亲女 没问题 但你被刺了所有人 就不要再喊我 我们之间 应该无话可说了 她挂了这通电话 情绪还被架在高处 久久无法平复心情 乔念手肘搭在栏杆外面 手里握着手机 望向外面等了好几秒钟 等逐渐收拾好情绪 她准备转身回去 就碰到脱下外套 准备过来的男人 你来得正好 乔念看到她过来 短暂正愣半秒 恢复过来 用来得正好的表情说 我刚要去找你 夜望穿过去 将外套披在她肩膀上 低谋眼谋 什么事 乔念肩膀骤然多了温暖的温度 略一走神 又被拉回现实中 她转了下手腕 手机跟着在指尖穿梭 我不想再被背后的人 牵着鼻子走了 夜望穿对上她那双 明亮透彻的眼睛 透过那双眼睛 看到里面的不羁 张扬和不被任何束缚住的 孤狼气质 哦 你打算怎么做 我陪你第5543章 都给我来疗养院 乔念说 要把事情告诉姜围上 就真没帮将宗男隐瞒 回酒店第一时间 给姜老爷子打去了电话 她在电话里 照顾老人家的情绪 没把话说那么重 但姜围上不是一般老人 从乔念三言两语的描述中 知道了事情全貌 气得血压飙升 在护工的照顾下 吃了一颗酱压药 才缓和下来 她跟乔念说了 让她不用管 自己会处理 转头就给姜宗男打电话 让她把全家人叫过来 姜围上在家里说一不二 姜宗男又立来孝顺 哪怕知道 家里老爷子这个时间 让他去疗养院什么意思 还是放下手中工作 让司机被车 姜围从非法区天城回来 这两年也在打理公司事务 接到电话时 跟姜宗男一样都在公司 姜围就通过内线电话 联系了姜宗男 过了一会儿 行色匆匆赶到地下停车场 找到姜宗男坐驾 司机摇下车窗 跟他打招呼 小姜总问姜瑶应了一声 拉开后排车门坐上去 姜宗男已经坐在里面 板着一张脸 眉头紧锁 愁绪满脸的样子 姜瑶坐上去拉上门 瞟眼看向中间升起的隔板 明知道司机 未必听得见他们说话 还是放轻声音 爸爷爷教我们过去什么事 姜瑶见姜宗男 不说话 眼睛望向窗外及时的景色 又顿了顿 继续道 我在电话里 听到爷爷的口气不大好 发生什么事情了 姜家没涉足医疗领域 姜瑶并不太知道 医学界最近有一批心脏药 有问题的传闻 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隐约的第六感 告诉她发生了大事 姜宗男没回答 或者说没想好怎么说 转而问了句 风流马不相关的问题 你给你妈打过电话没 我妈 爷爷还叫了我妈 姜瑶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 错愕望向她 姜瑶上自从将鲜柔坐牢后 就对唐宛如不冷不热 就算唐宛如跑去疗养院看望她 她多半也不会见 只打发护宫 说她在休息不见客 这种情况下 爷爷突然要见她妈 姜宗男撑住眉宫 太阳穴突突直跳 没心情去管大儿子错愕的目光 筋疲力尽道 我打她电话不接 你给她打个电话试试 姜瑶倒吸一口气 看到她疲惫了神情 终究没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听话地找到手机 给唐宛如打电话 嘟 紧接着机械女声响起 对不起 宁波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姜瑶掐断电话 放下手机跟姜宗男道 妈正在打电话两个小时后 姜宗男 姜瑶 连在临时工作的姜黎 都被叫了回来 唐宛如总算姗姗来迟 穿着香奈儿家最新套装 拎着爱马仕薄金包包 在护工的带领下 来到了姜老爷子的病房 她看到姜宗男和两个儿子都在 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老老实实 喊了姜老爷子一声罢 就转头走向姜宗男身边 用手背碰了碰姜宗男的手 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第5544章 还不知道自己要被清算了 你去哪儿了 姜宗男当着姜老爷子的面 不敢直说 压着脾气问 我 在外面喝水啊 唐宛如支支吾吾 旋即又理所当然起来 我前天去探射仙柔 见她在里面过得不好 我心里不舒服 约了朋友在外面逛了逛 没看到你电话 姜柔姜柔姜柔 自从姜柔进去了 她老把仙柔挂在嘴边上 每次都能换来姜宗男的歉疚 唐宛如用习惯了这招 但凡她有事要找姜宗男帮忙 或者她又做了让姜宗男 无法接受的事情 她就会说起姜柔 她在姜宗男身上 试验过无数次 百事不爽 你哪个朋友 姜宗男却没如她的意 反而进一步盘问起来 唐宛如脸色迅速冷下去 不高兴道 你什么意思 我还不能心情不好 和朋友出去逛逛了 姜宗男见她不高兴 又一次平起眉头 抬手摁摁眉心 不自觉语气缓和下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两人你来我往了好几句 姜维上才端起茶杯喝了口水 冷冷淡淡道 聊什么 大声点 我们大家跟着你们一起聊一聊背 她语气不重 却足以震慑住在场所有人 也包括已经年过四十的姜宗男 站在她病床前面 跟安川鸟一样 姜维上却没将她们表现出来的 孝顺放眼里 几乎冷笑道 你现在主意大了 什么事情都敢瞒着我干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这个老头子 不是在疗养院 而是埋进土里面了 爸 姜宗男积极抬起头 姜维上看也没看她 转而看向被震得不敢装腔的唐宛如 瑞丽的眼神将她从上到下扫视了个遍 旋即冷淡而平静地开口 你们家条件普通 家里还有不少糟心事 按说你是嫁不进来的 但是姜宗男喜欢 所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 爸唐宛如开始拘谨不安 姜维上好似没听见过 继续说道 你嫁进来后 没少在家里做出是非 后面甚至闹到他们两兄弟绝交 我也没跟你计较过 爸 我做错了什么 您直接说可以吗 唐宛如是真的怕了 主动道 直接说 可以啊 姜维上看着她眼睛 看头她藏起来的卑恋 你把女儿教导成冷漠无情 极度心重 没有是非大局观的人 最后导致她年纪轻轻走上其路 这些我念在你是一个母亲 又为姜家生了两子一女 起码姜李很优秀的份上 都没跟你计较 还让你留在家里 供你昂贵的消费 爸唐宛如几乎站不住脚 娜娜打断她 姜维上也不生气 反而突兀地问了句 我听说你这一两年 很喜欢用姜鲜柔坐牢的事情 来胁迫姜宗男 唐宛如脸色刷得雪白一片 惊恶看向老爷子 反观八十来岁的老人 面上波澜不星 任凭她看得够 留下沟壑的脸上 不只有岁月的痕迹 还足够从容 你应该已经听说 自己侄儿惹下的滔天大祸了 第5545章 本来你们离婚了 我不该管 姜维尚不介意 当着姜瑶和姜黎的面 把事情说清楚 微微仰起下巴 示意她说话 你打算怎么解决 你还是打算 用姜鲜柔坐牢 来胁迫她帮你解决 我 唐宛如脸上 没有一丝血色 在姜老爷子面前 几乎拾取立锥之地 事实上 昨晚上 唐宛如就得到了消息 她第一时间 找姜宗南摊牌 再姜宗南暴怒后 哭哭啼啼地道歉 然后求姜宗南 帮帮她侄子 姜宗南拒绝以后 她后面又 给姜宗南跪下 说起了姜仙柔 姜宗南最终松口 答应帮她 她今天也没去 和朋友喝水 而是唐阳的妈 找到了她 还有家里一帮子亲戚 说警察已经上门 找她们打听 唐阳的去处 求她帮忙走关系 唐宛如记得自己 如何一口答应下来 又是如何坦然 接受了一众 亲戚的羡慕和感激 这些都让她逐渐 找回到当初 还被金氏贵妇圈 吹捧的满足感 然而当将围上 此刻字字见血地 质问她时 她从亲戚那里 得到的一丝丝虚荣感 和全身血液 迅速冷却了 她张了张嘴 喉咙几乎发不出声音 眼泪却先流了下去 爸 那毕竟是我侄子 她也不想 不是故意的 昨晚上 她也是这么 跟江宗男说的 哭着抱住 江宗男的大腿哽咽地说 唐阳不是故意的 唐阳只是太想出头了 所以你知道 她害死了多少人 将围上瑞丽的眼睛 近乎洞穿 她眼泪背后的 无知虚伪 唐宛如面如猪干涩 张了张嘴 这次没能说出口 将围上 又看向一旁的江宗男 用失望至极的语气问 你呢 你又知道她侄子 害死多少人没 我 将宗男 彭扶被老爷子 当着两个儿子的面 甩了响亮的一耳光 将他作为父亲 和男人的尊严 全部扫在地上 碾碎 将围上抱了个数 威严的老脸 无比冷漠 这还是当下的人数 如果后续 还有人受到影响 这个数字 还会往上递增 你知不知道 每一个数字背后 代表的是什么 是一个家庭 说得好 是一个家庭 将围上狠狠地垂桌子 怒不可遏地 冲着他结问道 那你还有什么脸面 给念念和望川打电话 你想干什么 啊 你想支手遮天 想 让这些人 和这些人背后 代表的无数家庭含冤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就敢这么做 将围上实在气得厉害 将离赶紧过去 给他顺后背 低声劝道 爷爷 您消消气 将围上的脸色 才稍微好看一点 只是看着对夫妻的眼神 依旧没什么好情绪 一年多前 你们离婚不离家 我念在他 除了没管教好将心柔外 将瑶和将离 还算养得优秀 对此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愿意让他 给你戴绿帽子 我这个当父亲 都无话可说 爸 江宗男痛苦不已 也不敢相信自己父亲 会说这样的话 爸爸唐宛如 也是顿十六神无主 别说帮唐阳说情 连自己都要保不住了 第五千五百四十六章 博锦行让我转告你 江围上心意已决 抬起手 见所有人再次安静下去 满心疲惫地说 但是他留在家里 就是个祸患 连带上你也跟着脑子 不清醒了 我就不能做事 不理下去 他看向江宗男 你从明天开始 不用去公司了 我绝不允许江家的人 利用特权 妄图草菅人命 我和我那一辈的人 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后代 从屠龙者的人 称为恶龙 未老到死 还在完成幽顿 叶茂山这个年纪了 还坚守一线 他身体不好 也不是五官 但作为文官 江围上从来不觉得 自己不如同辈的人 直到现在 他深深地为自己汗颜 同样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他教养出来的后代 跟人家比差得远了 如果不是 还有念念 江围尚在看唐宛如 何江宗男 心意已决 你顾念你们二十年的 夫妻勤奋 顾念她是你孩子的母亲 一直无法下定决心 哪怕她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 哪怕你跟她已经离婚 没有法律关系 你还是放不下 她 我不逼你 从今天起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我会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告诉所有人 以后你姓江 和我没有半点关系 我死了 也不需要你来奔丧 江瑶从最初的震惊中 已经逐渐拼凑出事情原貌 既吃惊于自己母亲的愚蠢 林不清 又错误于老爷子的决然 但她只是握紧了拳头 又很快松开 别开了眼 没有看唐宛如脸上的惊慌和无助 也没有开口替唐宛如求情 她从非法区回来 这两年看了太多 听了太多 现在她无比清楚 乔念和自己妹妹的区别 也知道乔念一直在为国争光 做的也是她想做做不到的事情 她当然心疼自己的母亲 可她明白爷爷的做法 江家的人可以在其他方面犯错 但涉及法律 甚至人命 没有人有特权 M国 众一流回去着手处理 药剂协会的闹剧 乔念也在帮她处理 药剂协会之外的烂摊子 她正在阳台边上打电话 M 你以自己的名义 承接下所有的赔偿 还有找细药控 通过全球医疗系统药物库 查清楚还有多少药剂流落在外面 让她尽快将这些药品 全部回收了OK等一切结束 你给我发个清单 我把钱打给你 官燕忍不住笑道 老大 你跟我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咱们几个谁差钱啊哦 她话音一顿 想起来是的 西妖控差钱以前在鸿蒙总部那次 天天叫嚣要去非法去卖屁股 也不看看她一头鸟毛挂牌 能吃几个钱她听到了 又要跟你闹了乔念 漫不经心流转眼眸 眼底略过一丝笑意 整个人挺轻松的 官燕听出她口气中的青似 将悬着的心放回肚子里 正色道 孙 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我名下投资了不少医疗产业 到时候找个药企出面承担责任 保证把这个事情办得妥妥的 家属要多少钱 我尽量赔偿 只要他们要的数字不太过分 我都给 不过有句话 博锦行让我转告你 第5547章 妄言都查得清清楚楚 乔念有些意外 他还跟你在一起 无关艳化不多 含糊道 他说还没弄完这边的事情 还要在这里多留半个月 我无所谓 反正半个月后 就要去南非当自愿者 他在这边 多个人吃饭 问乔念没提博锦行身上 还有酒所要管 正常情况下 不可能有这么多空闲时间 一直待在F州 算算时间 博锦行这次 在F州 快待了大半个月 他说还要待半个月 意味着他在外面超过一个月时间 如果他单纯只是处理事物 乔念不认为他效率这么慢 除非另有所求 但秦四那边 他想起秦四就头疼 叶茂山前天跟他打电话时 无意提起 秦四跟家里闹得挺僵的 秦朗被气得心梗 经过一次医院 两父子差点断绝关系 外界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闹起来 乔念知道原因 但说实话 观艳是个洒脱的人 做了决定很少改变 他现在人在沙漠 很长时间不会去京市 也不会跟秦四产生交集 时间久了 以观艳的性格 可能就放下了 秦四放不下 也就只有秦四放不下了 他让你转告我什么 乔念没在他面前提秦四 将话题拉回去 观艳没想到秦四和京市那里去 将博景行的话 通过电话转达到位 他说 普通人怎么知道药剂协会 又怎么认识重老 还知道重老在医院里面 准确地找到 重老的人去闹事 他问你想没想过 里面有推手在推动 让你和叶绍小心一点 啊 帮我谢谢他 乔念早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些 还是感激博景行的提醒 在这个人情冷漠的社会 有时候 有人愿意提醒你两句 其实挺难得的 乔念不是个不识好歹的人 博景行愿意第一时间提醒他 他及这份心意 女生敞开腿低谋说话间 余光瞥见走过来的人影 压低嗓音跟手机那头说 我还有事 回聊观艳还没回答 他就挂断电话 将手机放回兜里 转过身仰靠在阳台处 单脚曲起踩在墙边 整个人压不住的混不吝的自动 还有牙字必报的乖张 怎么样 查到了吗 叶望川就在他面前 想动手拨振他被风吹乱的碎发 又忍住喉咙滚动了下 青年指腹 看着他的眼睛说 查到了 和你说的一样 他们不止要动中了 还打算动穆迪 穆迪下午的飞机飞第六周 在这之前 他早上要进行一场骨科手术 给病骨打钢针固定 以防止在移动的过程中 病骨穿破旁边的动脉 这场手术属于保密级别 慕晴天一共给他找了六个 全球顶尖的外科手术专家 共同进行手术 其中有一位华裔专家 他在 三个月前出过一次医疗事故 造成一位儿童死亡 事情没闹大 不然他将身败名列 手术 华裔 专家 还正好有软肋可以威胁 乔念几乎笑了 他们为了牵连到我身上 费了不少心血 夜望穿手揽住他后腰 轻轻往自己身边带 打算怎么应对